在下徐悲驰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190 十集 祥开紫禁王宫九卿文武百官余贯而入 徐凤年终于看见了眼前那座大殿 黄顶红墙 两亿黄琉璃瓦顶逐渐跌落 大殿建在白色须弥做承托之上 脚底中轴线左右是磨砖对缝的海曼砖地 徐凤年略懂风水堪秀 知道身后这条中轴一直向南 不光是16里遇到还有一条更为延伸至帝国南方的漫长地轴 丰山泰山淮中群山加上江南诸多山脉 构成了气势磅礴的三重岸山 那名京城赵家天子就在大殿隆椅上难面而听天下 文官魁首张巨鹿靠右而行 武将熬头顾建堂偏左 五位宗室藩王都在张巨鹿周边缓刑 唯独陈之报看看与顾建堂并肩而行 徐凤年身为藩王世子 位列本不该如此靠前 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言官闭嘴太监尽声 五大藩王中 京安王赵巡走在淮南王赵英身后 而交通王赵虽有意无意落后一个身形 掉在了后背侄子赵巡之后 仅仅走在徐凤年之前却没有任何言语 好似一堵摇摇欲坠的老强最后一次被年轻人遮风挡雨 徐凤年一直视线低垂默默数着步子 当事业中映入辉煌龙臂时接而上登高入殿 殿中设龙椅宝座 殿前为单臂摆有同归同鹤日轨加量四样重器 上下露台列有十八尊顶 当有资格入殿朝会的全臣大员就位站定 一身正黄龙袍的天子终于出现 几位皇子也都轻轻步入殿内 按照旧例此时太监出生开启早朝礼仪 大殿内外百官便要跪下叩见皇帝 可这一次朝会显然与以往大有不同啊 不光是寒雕寺为宋唐路代替皇帝更是没有急于落座 内关键掌印宋唐路面容肃穆 今日早朝上书令张巨路无需下跪 自然闭眼的张首府闻思不动 他本就站在右手最前位置 并肩而立的几位皇子也都垂目低廉 自从黎阳平定春秋中原以后 可获特勋的官员屈指可数 半首只算来不过寥寥三人哪 老首府及张巨路的寿业恩师 朝会可不贵天子 西楚老太师入京担任门下省左仆业后 遇刺可坐于丹陛下的一张黄花 离太师椅上 只是老人不曾一次落座 再就是曾经还是大驻国的北梁王面胜不贵 听胜不贵 并且可配刀上点 三人中就属文武官爵都是位籍人臣的徐霄 依仗军功最是不客气自然招惹非议 大将军顾建堂不贵 宋唐路不似太监的浑厚嗓音继续沉沉传下 大殿左手第一人兵部尚书顾建堂 畏畏低头算是谢恩 兵胜陈之报不贵 以后朝会陈之报可便服入殿配剑登堂 陈之报面无表情 但殿内朝廷栋梁 勋贵们都倒抽一口冷气啊 陈之报时下既无封王也无官职 那好 直接就在庙堂百官前封你一个兵圣 这两个字比起面圣不贵可要来的还要分量更重 显然 陈之报之于一统春秋的黎阳几乎等同于春秋十三甲之一的冰甲叶白魁之于西楚了 前段时候武王入京皇帝并无任何出格礼遇唯独白马白衣西楚梅子酒入京皇帝亲自出宫迎见 如今更是便服配剑参加朝会成为徐霄老首府孙希记之后的第四人 烟赤王赵炳不贵谢主隆恩国子剑佐祭酒还温不贵 干瘦老头还温洒然一笑坦然受之 熊州摇摆风不贵 一名位置靠后的儒雅老者微微作一还礼不卑不亢 北梁世子徐凤年不贵 掌印太监宋唐禄此言一出大殿内终于哗然开来 并排官员大多面面相觑但紧接下来一句更让人震撼的无以复驾 可选北梁刀入殿可着便服随意出入攻击 无数朝臣心中叹息 这是朝廷在给这小王八蛋将来世袭网替北梁王造势了 好一个北梁啊 几次不贵之中显然又有轻重之别 张巨鹿顾建堂赵炳环温姚白峰这五人 他们的不贵只在今日朝会 以后面胜恐怕就没有这份待遇了 而同样是北梁出身的陈志豹徐凤年两人 且不去说以后贵不贵 一个已经可以配件登堂 一个则是玄刀上殿意味着两人以后只要不犯下谋逆大罪 这份荣耀就会一直绵延传承下去 一些痛恨北梁忌惮人徒的骨耿臣子 斜眼偷偏那满头双白如老人的年轻男子都不约而同暗自赴匪 既然都白了头干脆去死好了 北梁白发人送白发人 那才真是举国欢庆的大喜事 妻不贵再无谁可不贵了 店内店外千余人在长印太监出生后缓缓跪下 如潮水由南向北迅速涌去 欺人不贵中如姚白峰等人在内的大半低头弯腰 老头环温倒是还好左顾右看 然后环温就看到身前那个一袭白蟒衣的家伙 比起陈之鲍更为年轻两者口碑当然是天壤之别 白衣兵胜提着梅子九入城万人空向皇帝亲临 而身前所占这位无缘无故白了头的人途敌长子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听说连礼部官员都没见着他的面让礼部上下憋屈气的不行 若非顾及尚书卢道林跟徐家的亲家关系 衙门办公室早就破口大骂上了 环温差点没能憋住笑声 哎呀 这小子可真不知是憨傻还是镇定 这会儿居然还在看大殿正中悬挂轩辕镜的早景 环温顺着视线也一起抬头看去 环温学父五车博古通金是文坛公认的万事洞 不光知道徐凤年所瞧地方放有一块陶木镇宅灵符 甚至连陶福正反两面的符文都一清而出 黎阳王朝原本佛道坚重道教在前佛门在后 因此那枚镇殿陶福佛道合一 正面可有道教三清秘法镇国灵符 以及太极浮屠背面是两禅寺一位佛陀的大 威德八字秘咒心经以及八宝散盖咒和观音咒 不过在环温看来既然灭佛开始 这枚镇殿陵符差不多也该跟富文牌坊一样 以心换旧了 环温就这样直愣愣凝视着那名年轻人的背影 琢磨出一些不为人知的题外意味来 并虎杨太岁心中有愧于京城白衣案 这些年江河日下跌尽的厉害 挡不住青慈宰相赵丹萍日渐得势 只求生前能够在不可躺避挡车的灭佛洪流中 悄悄立起一块河中底柱可仍是人算不如天算 身死间隔关拜 他这一死加上龙树圣僧原济于北莽 李当心又不愿再走出两禅寺 佛门已是注定惨斑 环温是少数直言不讳 主张三教合一的读书人 可惜在这件事上 环老头也知道碧眼儿的苦衷啊 就不给这位首府添乱了 皇帝一生重爱卿平身打断了环温的思绪 环温收拾了一些感触情绪 开始闭眼休憩打盹 一道道圣旨班下 看那些文武百官的面色就知道 很快便是一场气势汹汹的朝野震动 着生国子剑左祭酒环温 为门下省左仆叶 封文亭阁大学士 着生姚白峰为国子剑左祭酒 着生靖兰亭为国子剑右祭酒 顾建堂卸任兵部尚书 封大驻国总领北地军政 着生卢生相为兵部侍郎 封严杰西洞渊阁大学士 最后一道圣旨则是 陈之报长兵部尚书 日后若有外任 亦可摇领兵部 宣读至此 陈之报转头又望 恰好有一人左望而来 龙椅之上皇帝眼神满美 轻轻一句无事退朝 殿上无事 整个王朝已是疾风咒语啊 数百位朝臣起身 缓缓走向殿外 大多数老人都像转任门下省左仆业的环温环老爷子道贺 年轻一些的当红朝臣则涌向晋兰亭称兄换弟好不热闹 本以为晋兰亭会在天子禁士起居郎的位置上再打磨几年才付出担任要之不曾想一跃成为了宋二夫子遗留下来的国子剑又记酒 所有人都知道锦兰亭这个外来户注定要在官场上势如破竹了不禁猜想难道真是下一个模板的张手福 锦兰亭还礼给众人后加快步伐走向环老爷子和新任左祭九的姚氏家主 毕恭毕敬作一致礼 梁老笑着同时扶起这位已经不足以用新贵二字形容的年轻人三人出入国子剑出电队列圈子这三人为一个核心 另外一个是张巨鹿顾建堂陈之鲍三人竟是无人敢于凑上前去客套寒暄半局 再就是卢道林卢白杰兄弟和卢生相这三卢以后兵部变构成了双卢双侍郎的有趣情景 几大藩王都各自散开交通王赵衰找到了世子赵义后回首看了一眼孤苦独行的白头男子也没有上前去说几句可当这位在两辽势力越削越弱的藩王头去视线后 那名腰间佩刀的北梁世子轻轻保全低头毕恭毕敬行了无声一礼赵衰面无异色转头前行 倒是同为藩王世子却积极无名的赵义有些愣神听到父王轻轻一声咳嗽迅速跟上 徐凤年走的耳根清静瞥了一眼前方被人簇拥的进兰亭当年被自己吓得要死要活的小小县官如今真是春风得意步子极了升官之快即可媲美载辅张巨露 对于这个投机钻营一等高明的家伙徐凤年没有半点好感上梁拆梯就怕以后再想下就下不来了只能直接跌摔而下 除了进兰亭还有判处北梁后便成为皇亲国戚的颜杰西嫁出一个女儿得手一个外企身份和实打实的殿阁大学士 这笔买卖真是赚大发了 这老头补上了三殿三阁大学士中的洞渊阁 桓温封为三阁为首的文庭阁大学士后 当下只剩下那个留给张巨露死后才会送出的鹦鹉殿 依旧空选 何况还有家族根基靠近北梁的姚白峰给扯入京城 得享高官后路 如此一来 北梁文官恐怕就要蠢蠢欲动了 原本还想着这回返回北梁借道去一次姚家 试着能否怂恿拐骗姚家子弟入室急需大量中层文官的北梁 如今倒是省事了 不知不觉徐凤年落在了所有人身后 跨出大殿门槛后站在台阶顶端停下身形 看见新补皇门郎的延迟急跟在父亲身边 几次想要往回走都给颜杰西不露痕迹地拽住 哼 也亏得有个马上就是太子妃的姐姐撑腰 否则以这小子的怒肉唇膳 早就给京城贵胄子弟吃得骨头不少了 徐凤年举目望去 没有看见许多年没碰面的孔武痴 想必是官阶仍旧不够 没有资历参与朝会 徐凤年一手扶在雕龙栏杆上叹息一声 唉 这次庙堂上欺人不贵 准确说是皇帝卖了个天大颜面给徐霄 不过给了田枣以后 就是几下十番结实的棍棒伺候了 挖摇架墙角纳入京城囊中 用破格提拔靖兰亭来各营恶性北梁 至于陈之暴掌管兵部 也不会耽误他外封蜀王一事 无非是赵家天子太过亲眼此人 才有锦上添花的举动 再者 朝廷也万万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让陈之暴接手铁桶一个的兵部 既能够服众 压制那群桀骜不逊惯了的兵部官吏 也算给朝廷给顾建堂都有台阶走下 否则哪怕封决顾建堂为本朝仅有的大主国 可兵部上属 如此权柄高深的高位都交出去 若是无人接过烫手山芋 那也仍是太打顾建堂的脸面了 历来妙算之事 就要讲究一个环环相扣 徐凤年按住腰间那柄北梁刀自言自语 哼 师父 难怪你讲妙算有一刀一剑两剑法宝 修理藏刀的刀靠密附件的剑 徐凤年走出大门以后就看到明显是在等自己的那一席鲜红蟒意 许多官员都故意离远了停脚就等着看一场好戏 孤身附属的陈之暴有单枪匹马入京师 众人只会觉得这位新任兵部尚书手握再重的权柄都不唐突 徐凤年走进以后两人并肩在墙根下行走 徐凤年轻声笑问 上次你入属我没来得及送行不见怪吧 无妨 他日你坐上北梁王我也未必能去观礼 两不相欠 徐凤年一笑置之 陈之暴不在白衣 换作身边白头男子一身白莽华服 事事难料 离开北梁偏余之地一遇风雨变化龙的陈之暴 淡然出声 做得好北梁世子有信心做好北梁王 如果做不好难不成你来做 你的性子脾气确实像大将军 当几年兵部尚书才去属地封王 到时候还会摇领兵部 先是封王却不就翻一两年 然后就翻封王再为力摇领兵部一两年 因此你还几年时间积蓄实力 不过等我没耐心了 北梁也差不多要大举南下 到时候父辈受敌 你要是还没能打通西域 就等着把大将军积攒下来的家底 都消耗殆尽吧 不过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只要守夜失败 徐家不得不逃亡西域 我肯定第一个截杀你 你死在梅子酒下 好歹对得起你的身份 总好过被朝廷暗中袭杀 徐凤年一手划过城墙 没有说话 我等了那么多年 没有等到你死于横祸 也不介意再等几年 等你死于两朝争锋的大事 但是北梁三十万铁骑该是异附的就是他的 我曾作为他的义子 不好争也不敢抢 可你一个连春秋战时都没有经历过的人物 不是你如何精于韬光养晦 不是如何白絮其外金玉其中 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手上的 天下有很多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惜这一件不算在内 徐凤年手指触碰着微凉的墙壁 我等你 陈之暴轻轻一笑 转身离去 徐凤年则继续沿着墙根走去 然后遇上了乔装打扮过的隋珠公主 她在这里守株带兔 然后很没有惊喜地出言讥讽 就怕货比货 两个人站在一起真是云泥之别 我都替你害丧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兴许的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诶 又有一只麻雀 隋珠公主走过去就给徐凤年踹了一脚 结果吃疼的还是她自己 徐凤年胆大包天地伸手捏住她精巧的鼻子 遮住了那些星星点点的俏皮雀斑 这下子终于好看点了 赵风雅张牙舞爪乱打一通 徐凤年松手后不知死活 就别一而再再而三对我使用名不负实的美人计了 我又不可能娶你当驸马 难道你想嫁入北梁做王妃 呸 赵镜子瞧瞧你德行 哼哼 小心你被嫁给陈之豹 隋珠公主愣了一下 然后那双秋水眸子中留意着无法掩饰的恐惧慌乱 徐凤年转身前行 我就是随口欲说 不过我向来乌鸦嘴 赵风雅追上去 对着徐凤年后背就是狠狠一拳 徐凤年没有反应 折向马车方位 你可知青天剑有六字称语 鼠吃粮 鼠吃粮 那你还不赶紧去做鼠王妃 哼 你真能任由这种事情发生 陈之豹一旦成为皇亲国戚 你就算当上北凉王能有一天好日子过 徐霄还让我捎话给你 万一真被逼着送去西楚 跟他说一场 没骗我 当然是骗你的了 徐凤年我打死你 好好一件雍容华贵的白蟒袍子 印上了无数脚印尘土 他颓然无力靠着墙壁 只能眼睁睁看那个混蛋渐行渐远 鼠吃粮 吃光你 鼠王杀粮王 杀死你 殊不料 那王八蛋走出去不远 转身张了张嘴 传递出无声无息三个字 是真的 赵风雅皱了皱鼻子 沿着墙根蹲下发呆 有些想哭 有些想笑 有些想哭 有些想笑 而复还 因为有大热闹可看了 国子剑太学生先是几十人拦住了白头佩刀男子的去路 继而是百人千人汹涌如过江之际 明日才入主国子剑的进兰亭 猛如磐石 安静坐在路旁马车内袖手旁观 已经卸去左祭酒的还温 笑咪咪站在路边 没有刻意阻挡这股世子民心所向 只是不轻不重的说了几句 类似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长辈唠叨 太学生中多的是饱读诗书舍惨莲花的高人 打更是打不得也不舍得 国子剑已经隐约超过江南道世子集团 成为黎阳第一大输出朝臣的鱼龙之地 玉道上聚集了数千名太学生 都是未来的国之度量 不出意外 其中佼佼者更会成为黎阳的中流砥柱 而且人数不减反增 阵型越来越壮大 这一方权重势大 那一边就愈发显得孤苦伶仃惹惹人艳了 北梁世子徐凤年 站在天下地轴线之上 这下那柄从徐骁手上接过的北梁刀 刀不出鞘 双手放于刀柄主刀而立 他曾一人一剑守敦煌 今日则是一人一刀 占玉道 独挡万人 小半座国子剑都涌入玉道堆积的密密麻麻 本以为这名顽固子弟见到几方恢弘声时候就会吓得屁滚尿流 哪曾想还真打肿脸硬杠上了 正好要不然他们也没了发挥余地 听闻退朝返回的国子剑祭九们说 此子竟然配刀上殿 简直就是荒谬至极 他们惹不得二皇帝徐瘸子 惹不起离梁入蜀 在赴京后众望所归的陈之鲍 还不敢教训这个顺杆子往上爬的无良世子 今天不说唾沫淹死他 也要让他留下那柄臭名昭著杀人如麻的北梁道 一名儒生踏出一步怒容结问 听闻北梁放出风声 你在弱水河畔杀北渊大王徐淮南 在柔然山脉杀提兵山地无墨 你可敢对天发誓所传不假 徐凤年莫不作声 卢生向前走出三步又追问 别说杀二人 你徐凤年何时去的北吗 可否说来一听 众人眼中的北梁世子 绝大多数人皆是头一次亲眼目睹 若非是知晓人徒嫡长子的身份 又有无数北梁境内世子附京 诉说痛骂此人的荒唐行径 否则换成平时路上偶遇 恐怕都要心生嫉妒 或是暗赞几声好风流的郡歌 只是这人劣迹斑斑 庆竹难书 臭名昭著 早已传入太安城 这样的高粱子弟 如何有资格配刀上殿 柴郎当道 致天下读书人于何地呀 哼 这里是天子脚下 是天下拱卫的泱泱京城 启荣 岂容你一个腹中空空的外地老 来这里抖威风 儒生再次重重踏出三步 身后不断厚实的阵行随之上前三步声响沉闷 春秋那些只值争抢权势的武夫 让神舟露尘 我被书生就要拔回神舟起舞月 儒生只觉得胸中浩然正气 要直冲云霄 抬起手臂直指不作声的白衣男子 大秦皇帝坐拥天下全胜之力 仍受之于匹夫 我黎阳岂可不起后尘 朝廷处处敬你北梁仪仗 北梁何曾仪式敬朝廷一尺 听获小人使其得志 哼 刻薄之剑君子不为 北梁刀悄然入地一寸 声音不大 却是遇到都清晰入耳 少数识货者顿时刮目相看 君子二字从你口中出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徐凤年 你既然不愿正面回答我那两问 我便再问你一问 你可想知道自己这些年在北梁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人群外进兰亭提着车帘子嘴角冷笑 哼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徐凤年也有今天 当年在北梁境内让我那般受辱 活该你有今天被万人唾弃白眼 等我进入国子监 要让你徐凤年和徐霄父子二人一同在史书上声名狼藉 一周千百年 以后等我进三郎也如张首府这般有了遍布朝野的门声 再去编撰史书 少不得让你们二人轮为奸佞贼子 被人群包围的徐凤年 手上北梁刀却已入第三寸 他双手仅是虚案刀柄 如生如得天柱 气势惊人继续前行 距离那北梁世子不过百步路程 正要再出生圣人教会和道德文字 不曾想那装聋作哑的白头世子竟然率先发难 入丁唯恐不深拔丁唯恐不出 太学生多的是善于言语含蓄的聪明人 一听就知道这是在讥讽朝廷对北梁卸磨杀驴 我只知春秋之中徐霄徽下士卒战死沙场三十多万 佳河年间征伐北马马格果师又十余万 随后十年中又有八万余人战死 你们骂我徐凤年无才无德无品无智都无妨 可又何曾记得这五十万人买骨何处呢 国子见数万读书人中年佳篇宋太平 可曾为五十万人做过纪文一篇 五十万人卫国眷居死得其所与你徐凤年何关 我将为中原大帝镇守西北北梁三周以外 不受北蒙百万铁骑一体之祸 儒生正要劫难一番徐凤年却已轻轻拔出北梁刀 却万人之分养一刀之意遇到一瞬撕裂两百丈 遇到中央人养马翻好不热闹啊 许多太学生艰难狼狈的爬出沟壳马上宣飞 徐凤年选好良刀 沿着那条养溢一刀劈旧的鸿沟边缘缓缓前行 经过那名战战兢兢的儒生身边 徐凤年目不斜视 只是轻轻笑了笑 哼 我杀没杀第五幕等你死了自己去问 如生嘴唇铁青发子一屁股坐在地上 车厢内 金兰廷好像看到那北梁世子冷眼瞥来 吓得手腕一抖摔下帘子色力内人 徐凤年 我进兰廷有今日成就与你无关 你休要势力猖狂 站在石墩子上的环温揉了揉脸颊难难自语 虽千万人无王矣不是如是胜如是啊 好一个坐镇西北只为百姓守国门呢 畅通无阻轻松穿过万人太学生 白衣白头男子步入马车前 这个曾经对六百北梁老族九九万一不肯起的北梁世子 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面朝先前意气风发的国子见万人 重重吐了一口唾沫 尚未立东便已是一场额毛大巡 这小半巡内京城轰动不止 各种风尚着声不提 还有北梁世子胆大包天破坏遇到 言官弹劾奏章飞似天上雪都石沉大海 没有一次被欲比猪批 除此之外还有一场轰动京城的盛事 兵部侍郎卢白杰跟三战三拜的外乡游夏尔在暗英台比见 天子亲自准许卢爱卿告假一日 听说这家伙先拜吴家剑种女子剑士 再拜京城剑术宗师齐家杰 三拜于冬月剑池白江山 已经有了温不胜的名头 说来奇怪啊 这家伙相貌气度不讨喜 尤其是不得女子青睐 可灰头土脸连拜三场以后 在市井底藏却是极为受到欢迎 甚至许多君祖甲士也都高看一眼 哎 卢白杰有显赫的官家身份 这温不胜有啥啊 拿什么去比啊 温不胜这次总该赢一次了吧 哎 听说几位皇子也会轻车险从前来观看比剑呢 嗨 这算什么呀 声色双甲的大美人李白师 今日不也大张旗鼓亲临了吗 说到底 不都是在等那位北梁世子露面吗 万人期待的徐凤年原本也准备乘车 前往暗影台凑个无伤大雅的热闹 只是看到一个穷酸至极的老儒士 蹲在龙爪怀下坠坠不安 徐凤年哑然失笑犹豫了一下 返回驿馆后院让青鸟闻了一壶黄酒 临近中午时分 卓一童子梁和小女儿童年 端着几只分量十足的红木石盒步入院中 快立东了 京城这一块石兴 鸟炖羊肉和饺子 除了这两样 还有一盆香气流逸的嫩姜老鸭 徐凤年换了一身便服 坐在屋檐下赏雪 看到妇女二人送来午饭 走去帮气喘吁吁的清秀女子 拿过略显滚烫的石盒 青鸟已经搬出桌凳搁在檐下 徐凤年笑着招呼童子梁和童年一起就餐 徐凤年青鸟轩辕清风各做一方 掀开石盒盖子热气腾腾 童子梁拿起筷子前小声禀报 殿下 驿馆外有名老儒生守在树下 来小年 我是客人 你们主人先偿 徐凤年拿筷子撕开姜味不掩肉香的炖鸭 夹起一块先放入年轻女子碗中 打趣了一句 然后对同桌椅点了点头 我知道那人身份 驿馆这边不用理会 那人是什么人哪 当年离开灰山传至江畔 恰逢二姐徐卫雄从丰山五百年的地废山携龙沙去往商营学工 这叫刘文报的南唐移民哪 得到徐卫雄一个杂而不惊的评点 毛岁自建时张口闭口便是张巨鹿赵友林 王雄贵原国韩林等诸位当朝显贵全臣 扬言要以向权入手剖析庙堂大事 当时我不喜欢老书生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给他吃了闭门羹 没料到这老头落叶归根返乡以后 就腿脚麻利的跑来京城堵我了 功名利禄心之重 可见一般呐 原来是这样 见身边女儿怯生生红着脸不敢动筷子 童子良也有些笑意 之所以经常带她来这座院子没有什么心计 只是单纯想让自己孩子多见识见识大将军的敌长子 至于女儿那点情斗初开的思慕 童子良一个粗人 即便看在眼里知道在心里也不知如何去说破 只当殿下在下马围住不长久年岁一长也就院中这场大雪一般不用清扫便自行化去 吃过了丰盛午饭童子良起身离去盯住女儿慢慢收拾碗筷 徐凤年往着院中老怀迅速铺上了一层雪垫子 转头对青鸟说道 拿一袋子银钱丢给院外的刘文豹 什么都不要说 青鸟点头回屋装了一小囊碎银轻轻出院 轩辕清风看着桌子上还剩下的食物 一范之恩可比一袋银子来的理清情义重 你就这样收买人心是不是拙劣了一些 毫发仰视就如风流名士调教清零小臂或者熬音训马如出一辙 得先磨去傲气但不能连骨骑一并磨去 我不可能对谁都广开门路的 总得先知道这些为荣华富贵奔波劳碌的家伙 到底有几斤傲气和脊梁骨气 那刘文豹啊又是摔下银子气氛而走 临走不忘骂我几句不识货 那就是傲气远重骨气 这种迂腐书生活该他一辈子没办法出人头地 可他如果收下了银钱 卑躬屈膝祈求清雕见我一面 放话说自个儿有多少真才实学 我还真不稀罕 北梁不需要锦绣文章歌功颂德之北 在那块贫瘠土地上 死板书生活不长久 奸华读书人 又与北梁无异 我们来赌一赌 这个刘文豹是何种座态 小赌一琴一百两黄金 怎样 行啊 我赌这老妇如根本不接过那份接来之时 置之不理继续在雪地里哭等 那我赌他接过了银子 然后继续等我回心转意 星鸟快步返回 刘文豹收下了银钱 说先回去填饱肚子 买件暖和的雕球子 再来等公子 临行前还问我驿馆内可有残羹冷治 要是有 他刚好省下一笔开销 哎呀 这老头脸皮硬是可以 跟你物以类聚 以后八成会相谈甚欢 这一局就算咱们都没输没赢 接下来我们再赌一场 赌注再添一百两 就赌这个刘文豹能等几天 当然前提是这之前我不理睬他 那我得先知道你会在京城逗留几天 我赌老头你留经几日 他便等上几日 徐凤年站起身伸出手掌接住沁梁雪花 嗯但愿是我输了 两百两黄金换一名真世子 给梁不亏 徐凤年站在檐下伸出手去接雪 不知不觉借了一捧雪 同为小年的女子看得目不转睛 正正出神 等他转身望向自己询问 他游浑然不知 徐凤年伸手在温婉女子眼前挥了挥 一脸暖意 他终于还魂回神 羞愧的恨不得钻入雪堆里 徐凤年织他脸皮薄 跟身边躺在躺椅上那位是截然不同啊 重复了一遍 听说你学琴借我一次 嗯我这就帮公子去取琴 怎么办些不妨事 嗯 女子虽然使劲点了头可仍是转身就跑 显然当做了耳边疯病脚血 薛元清风扯了扯嘴角 缓缓吐出二字 痴心 女子捧琴跑得急促 摘去裹布时依然食指颤抖 徐凤年一声谢过 接了这把并不如何值钱的心情 一抹秀十二飞剑悬亭坐琴台 徐凤年闭上眼睛手臂悬空 不急于抚琴 北梁参资百万户 其中多少铁衣果枯骨 是听谁在敲美人鼓 是看谁是阳间人徒 星斗满天 谁睡眼 徐凤年低头时眼眶泛红 不为人知的嘴唇微颤 一首猛然敲响琴弦 一支黄黄北梁震铃歌 雪中琴声阵阵如那北梁铁骑的马蹄如雷 下马为一管龙爪怀下 蹲着一位老儒士 拿银钱从当铺买了件钓毛老雕球 正往嘴里塞着肉包子 听闻琴声后缓缓停下狼吞虎咽 靠着冰凉老槐树闭上眼睛 来一壶绿椅该多好啊 风雪不停 辟静小院 不腌酸菜时 喜欢闭眼的剑士翠花 站在屋檐下赏雪 青山剑客五六鼎 蹲在台阶上等到王八蛋笔剑归来 风雪漫天中 用他银子就换了一身捷径衣服的游侠而推门而入 吊耳朗当 入门后拍了拍尖头积雪 五六鼎哪壶不开提哪壶 问不上又说了 怎么说话的 六志刚 你就是个吃娘们软饭的 要是没脆花没酸菜 看我不笑死你 呦 哪儿见来的剑 瞅着不含糊 来 给我给我过眼 老子的剑就是老子的小媳妇 你随便摸的 那你这次弄了个新媳妇回来 不怕喜心厌旧 旧媳妇吃醋 瞎扯 老子向来喜心不厌旧 不对 是喜旧不喜心 这把新剑的名堂大得很 说出来怕吓死你 不过剑是好剑 比起我这柄相依为命十来年的木剑 还是差远喽 这一场比试温不胜 终归不负众望 还是没能剩下一场笔剑 不过相较前三次落败 总算打了个平手 时候 唐溪剑仙还将古剑罢袖相赠 吴六鼎 瞥了一眼卢白杰的罢袖剑 哼 几万把木剑 也换不来一把唐锡剑炉的铸剑 落在你手上 真是欲人不输 可怜了罢袖 媚眼给瞎子看 温华今天心情好 不跟六只缸一般见识 小跑到屋檐下夺雪 抖了抖衣袖 然后转头望向明明不瞎 却装瞎的女子见识 翠花咋还不给你温哥哥温大侠上一碗酸菜面 你也太不讲究了 以后等我出名了 你就算求我吃你的酸菜面酸菜鱼 也得看我心情 女子扯了扯嘴角转身就去下面 温华蹲在吴六鼎身边小声嘀咕 六刚啊 当你是小半个朋友 我才跟你说心里话 翠花长得是一般般 远比不上我喜欢的李姑娘 可翠花脾气好啊 你又吃不腻外酸菜 反正你小子一辈子没得大出息 跟他在一块凑成一对 算你占了天大便宜 就许你温不胜有出息 不许我五六鼎有成就了 你不行 比翠花差远了 我温华看人看见 其准无比 要不咱们比一场 温华如同野猫炸毛了 哟 有翠花给你撑腰胆气足啊 比就比 哎 不过是先说好 我一招轻轻松松赢了你 你别翻脸让我搬住院子 也不许跟我提马上 还你买衣服的银钱 还有 你得把你那间大屋子 让给我住 我温华如今是名头响彻 京城的大剑客 衣食住行 嘿 都得跟上 打住打住 比个屁 不比了 赢了你温不胜 我也没办点好处 万一输了 才是真掉毛坑里 哈哈哈哈 温华一巴掌使劲拍在见种见罐的肩膀上 怕了吧 没事 不丢人 吴六鼎懒得跟这家伙废话 闭口欣赏院中不断扑落的鹅毛大雪 恩华突然想到一事 摘下木剑 弯腰在鸡血上一丝不苟刻下一字 转头问吴六鼎 六刚认识不 雪地上一个福字 吴六鼎白言一对 当年我跟兄弟一起闯荡江湖的时候 偷了地瓜烤熟大吃一顿后 一起在荒郊野外舒舒服服拉屎 闲来无事 他就拿树枝写了这么一个字 你知道他是咋个说法 一个福字也有说法 福字便是一加上一口甜 意思是啥你懂 衣食无忧就是天大福气 这里头意思可大了 你六只刚自然不懂的 我那兄弟别的不说 歪歪肠子多 相貌嘛 没天理的比我还来的英俊 不过偏门学问也大 给他一身破烂道袍 就能装神弄鬼骗人钱财 还可以在小巷弄里跟人赌齐 要不就是帮人写家书 字写的那叫一个漂亮 嘿 不是老子夸海口 咱每次拉屎撒尿 都是那懂风水的小子指了快风水保地才解裤腰带的 你说我跟他那样行走江湖 虽说穷酸了点 可牛气不牛气啊 吴六鼎看着被温华拿件灰去的雪片 这些天除了听你吹嘘自己剑法如何厉害 再就是听你说这个叫小年的公子哥 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刘邝 两件事你记住了 不许碰我的木箭 再就是不许说我兄弟坏话 我说他好话的时候 你爱听就听 不爱听呢 你就捂住耳朵 爱听 你说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第192集 翠花端来一碗筋道十足的酸菜面 温华收回木箭接过碗筷 急嘴功夫就解决掉一碗 还给剑士舔着脸笑道 嘿嘿嘿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翠花 你这手艺 你不去当厨子可惜了 练啥剑呢 以后跟六刚开一间小饭馆 我天天的给你们撑场子 你想啊 那时候我肯定是天下有数的剑术宗师了 我去给你们捧场 生意保准兴隆 你们俩呢 晚上就等着躲在被窝里 说白话话的银子吧 嘿嘿嘿 吴六鼎抚摸着额头 真是恨不得 一脚踹死这个王八蛋 才吃过人家的酸菜面 还想怂恿着翠花不要练剑 好不遮掩她的风头 倒是翠花 轻轻浅浅笑了笑 转身又去给温华煮面 望着大雪中那个渐渐消弥的福字 文华抹过嘴感慨出声 唉 我答应过教我练剑的黄老头 要替他杀一个人 然后我就不跟他私混了 好好跟李姑娘过日子 他说等我做成了天底下最有威名的剑客 就嫁给我 我想呢 跟翠花齐家杰和白长江都打过了 这不就成了京城第一出名的剑师了吗 还其实也不算太难 再磨了个几年 除了京城找六七八九十个剑道宗师剑术名家 比完一圈剑 也就有脸跟他提亲了 我除了小您这么一个兄弟也没啥朋友 到时候你要愿意就来喝喜酒 不愿意拉倒 反正老子也不稀罕你那点人理尽 吴六鼎点了点头 我曾经在江面上一杆子仙传 拦截过一个年轻人 后来香凡城那边又差点跟他对上 不错笑 他也叫徐凤年 是北梁的世子殿下 哈哈哈哈 北梁世子 那我的小年可比不上啊 我这兄弟啊 也就是寻常英识家境里的公子哥 出门游学混得跟我一样惨 万一是同一个人 文华大手一挥毫不犹豫 不可能 停顿了一下 木剑游侠儿笑了笑 是又如何 那就不是我兄弟了 文华当下有些忧郁了 伸手掏了掏 万一 万一 万一真是 我那春公图可就拿不出手了呀 小院外的巷弄积雪深沉 一脚踏下便会支压支压作响 一辆寻常装饰的马车停下 帘子掀起一脚 坐着一个老头和一名被誉为生色双甲的绝美女子 入屏烟细帮的女子微笑出声 让他杀许凤年 正是那黄老头的老人脸色平静点了点头 角色美人腰间挂有一只白玉狮子滚锈球的香囊 得到答案后轻轻叹气 老人姓黄名龙氏 自好黄三甲 见过了温华尽量表现的贤良淑德 晚饭由你亲手下厨 他给你送行时就无意间多嘴说一句 你仇家在北梁 但具体是谁呢 先别说 省得弄巧成拙 坏了我的布局 那北梁世子那边我该如何做 我自会安排你在何事时间何事地点 与他见上一面 到时候你的清白身子徐凤年就算不要 你也不能再有了 李白师收敛效应 我的性命都是恩是你给的 何妨那点清白 老头盘膝坐地 温华不重义 只重情 可天下情之一字 分男女私情和兄弟之情 我倒要看看 这小子舍不舍得拼去他有望成为陆地神仙的剑 舍去他心爱的女子去换一份短短一年结下的兄弟情 他下车后 隆了隆披在身上的雪白胡球 可怜 胡球女子轻口门飞 始终蹲在眼下发呆的吴六鼎皱了皱眉头 松开以后懒洋洋说了一声请进 李白师低头跨过柴门 朝吴家见惯施了一个万福 风情万种 却媚而不妖 吴六鼎朝屋里头喊了声 温博诚有人找 正趴在床上欣赏霸秀古剑的温华 跨好木剑 骂骂咧咧走出 看到院中女子愣过以后大为惊喜 善笑着小跑过去在他身前几步停下 李姑娘怎么来了 事先说一声 我也好跟六刚借钱找个大谢的地方待客 反正借他十两是借 一百两也是借 江湖儿郎相逢是圆 就不能小家子 你说对不对 路边捡来的六只干 嘿嘿嘿嘿嘿嘿 吴六鼎看到那个朝自己使劲使眼色的无赖游侠儿 只是翻了个白眼 侧身望向另一边怨强 李白师手里挽着一竹篮子新鲜果树 篮子里还有几尾用凿冰出乎没多久的鲤鱼 一根草绳穿塞而过都还能活蹦乱跳 吃过了没 要是没吃这趟我不顺路 不过可以顺手给你做顿饭 才两碗酸菜面下肚的温华挠了挠头 吃了两碗面条 哎呀不过不顶事儿 这就给你做去 不合胃口就直接说 下回也好将功补过 嘿嘿放心 我这人最不交情 向来有话直说 李白师看了他一眼 往里屋走去 恰好跟见识翠花擦身而过 女子之间也就是点头极致 五六顶蹲着翠花站着 温华手足无措的在房门口进退失聚 犹豫半天还是来到五六顶身边 靠着红七早已斑驳剥落的狼柱 温华当年寄人篱下 跟哥哥嫂子一起熬岁月 嫂子嫌弃他不务正业心比天高 哥哥总护着他 但难免被嫂子唠叨 温华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就撞见了小年 当时一起在瓜农地里偷瓜 双方都心虚斗智斗勇了半天 蔡他娘知道是一路活色 那块瓜地就彻彻底底遭了灾了 后来两人一路游历 跟着他蹭吃蹭喝了一路 分别后他一路往西北走去 然后在香帆城附近遇上了李姑娘 初次见到他 是他从一辆豪奢富贵的马车里走下 将一块银子弯腰放入断腿小企儿的破碗中 温华当时看到他不光给了银子 还笑着摸了摸小乞丐的脑袋 那会儿温华就告诉自己 这一次一见钟情是他最后一次了 因为最喜欢讲歪理还让人服气的小年说过一句话 女子漂亮一些不算了不起的大事 漂亮女子心地好 不抢回家当媳妇好好心疼活该天打雷劈 温华当时奋不顾身就冲了上去 当街拦下马车 照旧是市井泼皮调戏梁家女的三板斧路数 没啥新意 小姐方明啊小姐方灵啊家住何处啊 不过温华还添了一句 说自己是立志于练剑练成绝顶剑客的游侠儿 他不耍无赖只想着姑娘能多等上几年等他练出个大名堂啊 若是几年以后杳无音讯那就不用等他了 温华一开始觉得傻子才信自己这番诚心话呢 可那姑娘还真就自曝姓名了 还问他自己是青楼女子不嫌弃 温华说不嫌弃啊 然后他就说等他三年 他果真等了他三年再见面已是泱泱京城 温华练剑不求利不求钱只求名只求那一口憋了太多年的气 徐凤年说人这辈子吃喝辣撒还不是最平常的事情 而是那一呼一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只呼不息便是人死卵朝天了 那会儿那死前呼出的一口气得爷们好像还有久入豪肠西剑气张口意吐催五月的说法 前半段说的直白温华记得一清二楚后半段酸文了他也就记不太清楚 跟黄老头练剑以后他便一直狠狠憋气咬牙想着如何他日一口吐气就让江湖震动 让他李姑娘亲眼相加 让小年觉得他温华这个兄弟没有白结交 李白师做了一桌子翻菜色香味俱全看得温华不饿也饿了狼吞虎咽 李白师仅是夹了几筷子素菜便不再动筷子 只是看着这个年轻男子有些想笑却笑不出来 倒是温华给他夹了一筷子 多吃一些身体要紧吃胖了也无妨反正你长得太好看了稍微不好看一点也不打紧 李白师这回终于笑了露相露事一顿饭很快临近尾声李白师不忘如勤俭持家的妇人收拾干净碗筷 只晚了那只篮子离去温华当然要送行啊可他只让他送到院外巷子 一路无言拐角之前他柔柔出声温华记得要当天下最有名的剑客你答应过我的这个你放心我就算去杀皇帝也敢大不了跟你一起浪迹天涯温华笑着赶忙补充一句只要你愿意李白师点了点头低下头去神情复杂抬头以后 眼神便清澈不许送了可以做的听你的不过你自己路上小心一些啊 当年我锁城马车动了以后我偷见你在后头站了半天这回你先走我等你 嘿嘿嘿嘿嘿嘿好文华大笑着转身离去李白师轻轻捧手喝出一口气等文华进入院子这才走过拐角进入那辆马车看到老人还在有些恶人 嗯我不过去了一次下马尾附近就跟原本心的半寸蛇给盯上了有些事情啊得提前一些 这这就要去跟温华直说可院子里还有无家见种的见官见识二人啊嗯 相反成卢伟荡劫杀杀徐凤年这两人本就是我挪动见种的一次落子陪我坐一会儿 约莫各把时辰号我去院子你等消息回去后打开这只锦囊 李白师接过一只锦囊手脚冰凉一个时辰后黄龙是缓缓走下马车 马车渐渐远去消失于风雪中黄龙是没有急于入院而是在巷龙来回走了两趟这才推开门飞 短短一注相后一名年轻男子断一臂瘸一腿自断全身经脉只存一条性命只拎上那柄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木剑离开了院子巷中雪上尝尝一条血呀 在老子家乡那边借人钱财借你十两就得还上十二三两 我温华的剑是你教的我废弃全身武功再还你一条手臂一条腿 他在院中就对那个黄老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个雪中血人在拐角处颓然蹲下手边只剩下一柄带血木剑 年轻游侠而泪眼模糊欺然一笑站起身拿木剑对准墙壁狠狠折断 此后江湖再无温华的消息这名才出江湖便以明动天下的木剑游侠而一夜之间 以最决然的苍凉姿态离开了江湖刺骨大雪中他最后对自己说了一句不练剑了下马为一管后院龙找槐挂满了白色 少年死事物在院子里堆了个雪人取了两块木炭做眼镜 徐凤年见轩辕清风躺在藤椅摇摇晃晃十分惬意不让他独乐乐又托同桌椅添搬了一条藤椅进院子 两人在眼下躺着闲聊同子良送椅子的时候徐凤年问了几句有关兵部侍郎卢白杰跟人比见的盛况 此时躺在椅子上自言自语 姓温跨木剑 你娘的该不会是温华吧 就他 徐凤年不乐意了 温华怎么了 当年你我他三人在灯室上碰头 我手无腹肌之力 你好到哪里去了 如今我又如何 窃取所谓的儒家浩然来养刀义 再借理于原因就在玉道上一气撕裂了两百丈 再说说你自己 轩辕清风莫不作声 这次带你来京城躲不过那些躲躲藏藏的眼睛 也算你第二次递交同名状 回头我再找机会补偿你 轩辕清风转头玩味笑道 才发现跟你做生意实在是不怎么亏啊 那是 你这次入京带了一柄北凉刀 为何不带春雷而只是带了那柄春秋啊 才二品内力带那么多兵器做什么 当我是开兵器铺子的吗 你这话真是睁眼瞎话了 十二柄飞剑算什么 春秋剑在我手上很为难 怎么说 徐凤年轻轻吐气平静出生 不知为何春秋时不时会有颤鸣 轩辕清风不再追问 他对那柄剑没有半点觊觎之心 这柄剑我一开始是想送给羊皮球老头的 后来他死了 我想着送给邓太阿也好 也算回礼 不过估计他也不会收下 而且这辈子呀也未必能见上一面了 就想着万一万一见到了温华那小子 干脆送他好了出门百阔 他也容易拐贫女子 一袭紫衣的轩辕清风躺在椅上闭上眼睛 真不知道你堂堂北梁世子为何那么在意一个没出息的浪胆子 徐凤年笑眯起那双丹凤毛子 不懂就对了 今年立冬前的这场京城大雪尤为磅礴 依然不停歇 五六鼎背着一个都半死不活了 还念到要翠花背他的王八蛋 怨念的同时也如是重负 还会有水滑舌说明没心思 以我手中剑修天道 剑心通明最为可贵 身体这只皮囊反而是其次 剑心染沉垢 那就注定一辈子别指望如画剑 五六鼎在雪地上飞掠而过 前方翠花背负肃王剑开道 京城夜尽森严超乎常人相像 只是这一大片京畿辖境的巡夜假释和一些精锐碟子 早就得到上头明令 对三人行踪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做那杀人劫舍的行径 一律不予理会 故而见惯见识唯利夜行 一路仍是畅通无阻 五六鼎到了一栋院落不去叩门 想着直接翻墙月入 结果院中大雪一瞬倾斜如同千万箭 老老实实去推门的翠花根本就不理睬 五六鼎被逼退回小巷 缩了缩脖子只得跟在翠花后边 由院门入雅院 院中无人 五六鼎急匆匆嚷嚷着 老祖宗老祖宗急着出城 你老面子大给抬个路 屋内只有一盏微小灯火寂静无声 五六鼎苦着脸望向翠花 后者平静出声 还望种主出手 一个平淡无奇的嗓音传出 那两剑学了几称 翠花睁开眼睛缓缓开口 九成形似六成神异 嗯 屋内轻受老者驱出一根食指 身形勾楼缓缓走出 指尖上有那截下的一团灯火 他看也不看一眼五六鼎 怎么回事 五六鼎正要开口 老者驱止一谈 那一小团灯火骤然而止 翠花无动于衷 五六鼎更是闭眼等死 灯火悠然悬回老者之间 老人提灯走出院子 步入一辆马车 驾车马夫是一名甚至比老人 还要苍老年迈的老家伙 便说他有两甲子的岁数也有人信 事实上此人40岁自是挤身剑道坠入平静 便去吴家剑种取剑 结果变成了吴家画地为牢的枯剑士 甲子高龄成为马车内老者的剑士 如今年数都可以跟武当山上炼丹大家送之命去摆手腕叫劲 五六鼎背着温华坐入车厢 翠花继续领路奔行 马车驶向中轴遇到老人轻轻弹指灯火出车 游在翠花身前 齿鱼后的积雪道路顿时消融 老人哭坐轻轻出声 这就是温华 吴六鼎是藏不住话的直性子 竹筒到豆子似的说来 这小子一根筋 黄龙是那只千年王八教他练剑 是要他去杀那个北梁世子的兄弟徐凤年 他不砍 不光从卢白杰手上迎来的罢绣剑留给黄王吧 连那把看得比命还中的木剑都折断了 断了一只手臂 断了一条腿就算了 毕竟有李淳刚朱玉在前 也未必不能东山再起 可这小子丢了木剑毁了鞘穴 乳水溃堤半点不剩 以后还练个屁的剑 说什么借老子十两银子还十二三两 你这是血本无归了二十两都不值 温不胜 你脑袋被驴踢了 温华靠着车臂浑身血腥起 咬牙不出声 不这样做 你以为黄龙是能让他活下来 黄龙是那个疯子 什么时候与人念过旧情 他肚子里的那些道理没人能明白 既然是他的棋子想要活着离开棋盘 就要跟死人无异 吴六顶冷哼一声 老人始终闭眼 依然语气和缓 六顶 换成是你 如他这般就不能练剑了 那好 如果你是这般认为 我就断你一手一臂费你修为 丢去剑山 什么时候觉得可以练剑了再说 老祖宗别生气 我只是替温不胜不值而已 练得剑 一万个练得剑 老人睁开眼睛 望向满身鲜血淋漓的年轻游侠 一人是一人了 你如今空空荡荡 正该脾气太来呀 可曾想过与我回剑中 文华一手捂住断臂处 脸色苍白如车外血 摇了摇头眼神异常清澈 我知道你是无家剑种了不得的老祖宗 可我说过不练剑了 这辈子就都不会去碰剑 老人一笑置之 没有再牵强闭上眼睛 街上那一粒浮游灯火是剑 车外无数雪是剑 甚至这座京城都可以是剑 本身更是剑 剑来剑去 岂是手上有无剑就说得清楚 吴六鼎瞪大眼睛一脸震惊 老祖宗竟然在笑 马车尚未到达 城门便缓缓开启 马夫下车江上交由同为剑式的翠花 吴家家主下车前两指一抹 车外灯火熄灭 温华我记下这个名字了 什么时候想起了你缺一把剑 不妨来剑种看一看 八百年藏剑收剑抢剑 剑山数十万并剑堆积成山 若是到时候没有你想要的那一病 再下山初中也不迟 温华仍是钻牛角尖的惨烈摇头 吴六鼎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个不识趣的温不胜撂翻在地上 然后直接拿雪埋了 被誉为剑道肃王的吴家老人 跟剑式站在街道上 望着马车出城远去 身后大雪很快 又铺盖严实了那条好似没有尽头的玉道 外人物以为吴家枯剑便是那无情剑 大错特错了 六鼎这一次应该理解这个道理了 天道无情 从来不是说那世人凉薄的无情 而是公平而自 人若无情 别说提剑做人也不配 肃王身边见识窥然不动 老人回头望去 不知为何从这里到皇宫共计十八座门 总觉得以后有后背可以一进而过啊 马车驶出京城半里路 车厢内温不胜突然开口 让我再看一眼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3集 后悔了还来得及 我家老祖宗这辈子入他法隐的剑客 撑死了一只手 你小子要是想去见证 我送你 温华正今微作直直望向京城 有句话很早就想跟你们两个说了 以前是我小渡机场怕你们听了我的 剑道境界突飞猛进就藏了丝 既然我不练剑了就多嘴说两句 有没有道理我不确定 你们听不听也是你们的事 柳刚 你练的是霸道剑 可既然我知道了徐凤年真的是人徒徐霄的儿子 那我就更相信所谓的霸道 不可能真正无情无义 因为我相信能教出小年这样的儿子 那位踏平春秋的北梁王肯定是个不错的老人 再有 翠花 北梁王妃的初世间转入世间 你可以学学 如何颠倒我就说不来了 自个儿费脑子 反正你除了聪明还是聪明 我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剑道 都是瞎琢磨白扯的 你小子跟我交代一言 老子不爱听 凭啥要死 我还得找媳妇还得生娃呢 我哥不成器 生了一窝裤裆不带伴的闺女 还得指望我转城香火呢 我这就回老家开小馆子去 葱花面我拿手 可惜酸菜面 估计我家那边没谁爱吃 能酸掉牙 也就你六支钢乐意吃 翠花 我说句心里话 六钢不错 别嫌弃他本事不如你 没出息的男人才牢靠 还有 以后甭来找我 老子害臊丢不起那人 等我伤好得差不多 随便找个地方把我放下 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对了六钢 在京城里欠下你那些银钱 我也还不起 不过不管你们怎么看 我都当你是小半个兄弟 不与你们客气 就当以后我娶媳妇 你俩欠下的红包了 吴六鼎呸了一声 眼睛却有些发色 文华伸出独臂揉了揉脸 才发现自己竟然满是泪水 咧嘴笑了笑 竭力朝京城那边喊 小年 咱哥俩就此别过 认识你老子这辈子不亏 你小子以后他娘的敢没出息 没有天下第一的出息 把兄弟那份一起算上 老子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 也就说说 哪能真不把你当兄弟 文华伸手挥了挥 小年 浩子 他文华一个无名小卒 到了泥土里的浪荡子 到了江湖 跟落难时的小年一起勾肩搭背闯荡过 被人喊过一声公子 骑过那匹猎马 还骑过骡子 练成了两件 林了那最后一口江湖气 更是没对不起过兄弟 这辈子值了 文华有些困乏了 闭上眼睛嘴角轻轻叫起 文华不知 京城中一人封魔了一般 在中轴玉道上狂奔满头白发 他一略上城头 文华 我造你祖宗十八蛋 谁他娘的准许你不练剑的 一柄剑被他狠狠丢制出京城 你不要拉倒 老子就当没这把剑 白发男子丢了那柄春秋 低下头去泪眼模糊 嘴唇颤抖轻声哽咽 气不成声 谁准你不练剑的 我就不准 说好了 要一起让所有人都不敢瞧不起咱们兄弟啊 你傻呀 咱们以前 喝过别人钱才多熟人 你就不知道装着来杀我 许方年就算给你文华刺上一剑又怎么了 那一年我哪次不办恶人包着你坑面那些小娘子 就许你是我兄弟 不许我是你兄弟 有你这么做兄弟的吗 徐凤年沙哑哭呛哭 哭着哭着哭弯了腰 临近立东 下马为驿馆多了一名神出鬼没的奇怪老头子 两条白眉修长如垂柳 轩原清风只知道 这老人前几日闯入院中 跟徐凤年说了几句话 然后出院一趟返回后 徐凤年这几天就变了味 饭还吃 话还聊 脚继续睡 可轩原清风总觉得不对劲 大雪渐停 少年雾把那个原本搬到了狼道中的雪人 重新放回院子 今天云开一现 天地间晝放光明 徐凤年躺在藤椅上 身份不明的白眉老祖宗 神龙见首不见美 雪人立在龙爪槐树下 徐凤年看得正正出神 轩原清风搬了藤椅在边上 躺下后摇摇晃晃 那老头是谁 徐凤年这些天有问必答 没有板着脸给谁看 脾气反而见好 他只说跟李传刚互换一臂 李老见神不是你半个师父吗 仇家在眼前这都不拔刀相像 一见恩仇一见了 李传刚何须别人替他报仇 再说了老黄还是他徒弟 缺门牙的剑九黄是这老家伙的徒弟 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徐凤年直直望着那座雪人 在轩原清风忍耐到极限前一刻开口 轩原清风 你的梦想是成为王先知那般的武夫 还是成为黎阳江湖的女弟 可我知道这是古牛大港一战后的事情 更早的梦想是什么 我爹能走入我娘的院子 中秋团圆一起喝自酿的桂子酒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成奸除恶的大侠 用刀用剑都无妨 但一定要仗以恩仇 先给我娘报完了仇 然后去江湖上闯下很大的名声 最好是能在江湖上找到一个像我娘那样好的女子 那会儿啊 还没想过以后是不是要当北梁王 因为从没想过学校会老 然后她伸出手指点了点雪人 唉 梦想就是那座小雪人 卖不了钱 只有小孩子才把她当个宝 觉得金山银山也不换 可到了你我这个岁数 大多不爱谈梦想了 觉得矫情也不实在 就像我哪里还对什么江湖侠客梦有指望 跟你也是耳鱼我诈 互相买卖 以后所作所为 那些投靠北梁的江湖人士 也不贵被案本是护金两卖钱买官 我先前在遇到上说的那番话 不叫梦想 是责任 你如今的梦想也不是梦想 是野心 我认识的人里边 就只有两个人真的有梦想 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 而我们的梦想 一到太阳底下雪人消融 没了也就没了 他们两人的梦想 今年雪人没了 就还会等到明年的大雪 再做一个雪人 年复一年 一个是一门心思想杀你的江泥 一个是只想当上剑客 买得起铁剑的温华 对 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梦想很幼稚的 那些其实都不是梦想 温华是一个把梦想看得比性命还重的傻子 因为她身上有我没有的可贵东西 所以我才佩服她 聪明人都喜欢笑话别人不见棺材不掉泪 温华就是一直那个被笑话的笨蛋 小时候客逐渐可能是被家里人笑话 大起来还跨目前 是被乡里乡亲笑话 跟我遇见以后呢 我也隔三差五就笑话她一根筋 活该没出息 分开以后 我有些时候想起温华 觉得这小子哪天行走江湖 万一真给人宰了 我一定去给他报仇 灭他仇家满门 这次京城里啊 出现那个温不胜 我其实不希望就是温华 不是我怕自己兄弟抢了什么风头 而是我自己也练刀也习武 比谁都清楚想要获得什么 就得付出什么 我徐凤年是北梁世子 许多听上去很唬人的付出 可因为我家底雄厚不至于以后爬不起来 但温华是谁 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斗百姓 她能付出的 除了比命还重的梦想 还能有什么 哎 北梁姬 尚且在黎阳北盲虎市丹丹之下一次败仗输不得 就更别提温华了 所以温华就是温不胜 徐凤年站起身走到老槐树下蹲下 轩辕清风鬼使神差的跟在他身后 徐凤年伸手从地上挖出一盆雪 堆在雪人身上轻轻拍了几下 温华的两件事黄三甲代为传授 就是成就温华她梦想的大恩人 黄三甲要她杀我 换成是你 杀我不论功成与否 都有很大机会全身而退 有滔天大的名声 有阴之瓶上的女子做媳妇 薛阴清风 你会怎么做 废话肯定杀你 而且毫不犹豫 哪怕那枚传过玉喜是你买卖于我 让我占了大便宜 但若换成黄龙氏 今天站到我面前 说能让我几年之内进入陆地神仙境界 还没有后顾之忧 我杀你杀得干脆利落 撑死了念一份旧情 留你全尸 哼 你我还有旧情可念了 宣言清风太阳大西边出来没有在他伤口上撒盐 不过此时此景用雪上加霜四个字去形容更合适 徐凤年给雪人不断加上一蓬蓬积雪 宣言清风不知为何涌起一股无名之火 一脚就踢碎了雪人 徐凤年站起身 他那条藤椅上躺着那一夜前来传信的沧桑老头 宣言清风挥了挥手示意徐凤年滚出院子 他则重新堆起雪人 徐凤年躺在老人旁边的躺椅上 一老一少年龄悬殊恐怕得有四五代人 双眉漂浮老人一只手搭在白眉上 系隆漫年悠哉悠哉 啊我一生唯独喜好问贱 而且只问低手最强健 吴家剑种自徐天下剑术第一 剑招登峰造极 我便让剑种肃王无底自容 邓太阿年幼时在剑山苟延残喘 我没有教这娃儿任何一剑 只告诉他如何不去拿剑 可到底呀邓太阿还是走了数啊 这是打从娘胎就有的决心 我也没办法 龙湖山斩摩台下 我去问李淳刚的剑道 互换一剑道也就互换了一臂 是仇家也算半个知己 我第二个徒弟也就是你北梁王府上的马夫 跟你一起出门游历的皇镇徒论天赋异禀 跟大徒弟相比如同身份 一个铁匠一个西数皇叔天壤之别 可我心底却更器重一些皇镇徒 因为他的剑更接近于道 事实上大徒弟已剑守国门 临死之前仍然没有给出像样一剑 倒是二徒弟被你取名六千里的剑九第九剑 让我深以为然 老前辈老黄剑藏六臂 都是帮你做下酒菜的 这赤儿没有身份束缚 孤儿练剑来练剑去都是练一个情字 喷鸟先飞 反倒是比他师兄更有出现 两次造访五帝城 第一次他是想要诗人知道他师父的名号 第二次则是希望我这个师父知道 收了他怎么个笨徒弟 不丢人 练的是剑还的是恩情 我这辈子跟黄龙是打过三个度 他赌北梁王妃在皇宫一战中入得见仙境界 他赌在廷朝阁画地围牢的李春刚 载入陆地神仙 第三赌赌温华 我赌温华不练剑 总算最后关头赢了一次 要不然我也得有个随不胜的绰号 哎 不用去费神想我这个姓随的老不死 是何方神圣 黄龙氏都不知我真实性命 说来也怪 我跟黄龙氏做了几次交换 仍是看不透他到底想要什么 当年京城白衣案 赵家要断你们徐家的香火 原本夕和赵家老皇帝是主谋 杨太岁算是半个帮凶 黄龙氏赌的是你娘无速入见仙境 仍是用一柄冥剑换我出山 以防万一好护住你母子的性命 我这般泄露天机也不是要你不记仇于黄龙氏 这老头草就该死了 处处煽风点火 只不过我不希望他死在萧小手上而已 哎 天下招式 在我看来 无非是好用的好看的两种 李当心挂一条黄河在道德宗头顶 就属于好看的 没办法 以为他终归还是三教中人 吴家肃王的行罗旗布也是好看不好用 真要解释 那便是欲敌一万一招剑 杀三百人伤六百人 比不上一剑直接斩杀五百人 李纯刚的两袖青蛇有些不一样 好看也好用 我当年问见李纯刚 一开始想问的不是两袖青蛇 而是剑开天门 但李纯刚当时啊 心境受损 开不了天门 但论剑招威势 两袖青蛇仍在巅峰 我那一趟问剑答剑 哪怕互断一臂 我仍算是成信而去 成信而归 谈不上仇业 那王先知自称天下第二 哈哈哈哈 啊 子谦的说法 哪怕是驴祖转世 龙虎齐玄珍和武当虹血像 也就都是打个平手 唯独八百年前过天门而返身的驴祖青灵 才有七分胜算 我们所处的江湖 哪有越混越回去的江湖 都是要朝头更高一些的 老人轻轻易伸手 被徐凤年抛在城外 然后被收缴入皇宫大内的春秋剑 一闪而逝 瞬间来到老人手中 我当年跟李淳刚没有分出胜负 一直有心结 你既然身负李淳刚的两剑精髓 尤其是还有那剑开天门一剑 我就教你一剑 以后分出高下 去李淳刚坟头敬酒时 说给他听 这柄剑我只拿一翘 剑一替我留着 我要去一趟武帝城 春秋何时归翘 也就是我何时教了你那一剑 老人将剑鞘丢入空中 欲剑而离京城 朗朗笑声传遍泰安城 哈哈哈哈 天上剑仙三百万 与我也需尽低眉 京城上空 云层低垂一大片绚烂的火烧云 女子子衣拖夜雪地中 终于还是被他堆出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 徐凤年躺在腾椅上笑问轩远清风 你带了几套紫衣 我当年听听朝阁里的老人讲述江湖传奇 总是很好奇那些白衣飘飘的剑客 如何打理自己的行头 上次去北莽在倒马关就见到一个 我这会儿就纳闷啊 以后你轩远清风行走武林 也就铁了心只穿紫衣 不过说起来也是啊 天下颜色繁多 可唇色毕竟就那么几种啊 亲友曹长青了 白衣有陈之暴 轮到你这个晚辈啊 也没几种可以挑选 轩远清风似乎对那座小雪人很满意 笑了笑站起身拍拍手 你就不去想为何信随的吃剑老头前来下马为一管 是不是没安好心 退一万步说 黄三甲号称官子功夫更在曹长青之上 除了温华的折剑 伤口游在初剑之上 黄龙是真就没有其他鬼鱼伎俩 你要是被人杀死在京城 不管是仇恨北梁王的春秋移民乱党 还是北莽潜伏势力 相信都会拍手较好 何止是浮于大白 再者 立东朝会官里 封王旧藩立太子都没见你怎么上心 这些天就只会窝在这座驿馆 你不嫌憋气憋得慌啊 那出去走走 徐桥说过一些绝妙的小吃事 我也想尝尝 不过我估摸着不瞧不上眼 落个座都嫌脏 轩原清风本想下意识 为了反驳而反驳 可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肚子 你跟我本就不是一路人 对 你跟夏马维外边街上九楼客栈 那茫茫多的京城世子是一路人 轩原清风懒得理会 只是记起一事 前两天这家伙突然来了兴致 要出门买一种不易见到的黄酒 仍是大雪连天地 街道两旁院落阁楼 早已给京城吃饱了撑着的三角九榴霸展 轩原清风跟徐凤年一起出行 除了刘文豹继续在龙爪槐树下瑟瑟发抖 离夏马维远一些的地方 还有比起有破落球子裹暖的刘文豹 更惨的一对老幼企儿 轩原清风当时见徐凤年朝他们走去 本以为是打赏银钱的惺惺作态 不曾想只是踹了老企儿一脚 似乎嫌弃老家伙恶狗党道 与一般顽固子弟的恶劣行径无疑 轩原清风当时没有深思 可两人走出一段路程后 就看到多人跑出楼房屋子 不光是大把银子丢下 还有送壶球的送壶球 送饭食的送饭食 先前空无一物的破碗 立即堆满了白花花银子 连银票都有好几张 再后来两人买酒归来 听夏马维义馆童子梁说 那个在这条街上乞讨了好些年数的爷孙 已经给一位豪山接去珠门高墙的华美府邸 给老乞丐打赏了一份衣食无忧的闲事差事 而那豪山当天便博得将近半座京城的赞予 宣言清风听闻以后 哑然失笑 再看只是当初轻轻踢出一脚的徐凤年 就有些明白 宣言清风走在扫雪干干净净的路上 街道两旁蹲满了从其他地方蜂拥而来的乞丐 其中又以游手好闲的轻壮居多 眼睁睁望着那个北梁世子 只恨自己不敢拦住去路 被他踢一脚或者挨上一记耳光 宣言清风记起自己年幼时 看爹酿酒的时候他曾说过一番话 侯家灯火平家月一样元宵两样看 一直被认为极件事情 侯家灯火亮去周 平家月圆千百年才见真事情 你在念叨什么呀 可怜你 哼 我需要你来可怜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4集 下了车 徐凤年一行人安静走在小巷中 屋檐倒挂一串串冰林子 途经一座两进小院子 恰好房门没关 兴许是院里孩子还在外边疯玩 还没来得及赶回家吃饭 一眼望去 屋里八仙桌上 隔了一只红铜色的锅子 下边炭火熊熊烟雾缭绕 因为是小院子小户人家 涮羊肉没太多花样 能屈风散寒就行了 比不得大宅门里头涮锅子的五花八门 少年雾听着探猎声和水飞声抽了抽鼻子 真香 我知道龙虚购有个吃羊肉的好地儿 咱们尝尝去 我不吃羊肉 闻着恶心 那是你没吃过好吃的 太安城的好羊肉都是山外来的黑头白羊 用的肉也是羊后脖颈子那块肉 一头羊出不了几两这样的肉 吃起来那叫一个不腥不山不腻 你们灰山那边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再差一些的就是羊豚肩的肉 接下来几样俗称大小三叉磨档黄瓜条的羊肉 都进不了讲究人的嘴里 咱们去的那家馆子只做前两样 掌勺的师傅一斤肉 据说能切出九九八十一片 所以馆子就叫九九馆 样样都地道 就是价钱贵了些 吃饭点上也未必有咱们的座位 一行人走到了镇压京城水迈的天桥边上 跟几位上了年纪的京城百姓问着了去处 馆子藏得不深 门外街道也宽敞 停了许多辆桥上去贵气喧赫的马车 光看这架势不像是涮羊肉的饭馆 倒像是一帜千斤的青楼厨馆 徐凤年抬头看去 九九馆的匾额三字 还是宋老夫子的亲笔提醒 馆子开的不大就一层 估摸着就十几座的位置 徐凤年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对羊肉反感的轩辕清风 竟是抬脚就去 嘿 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心眼娘们 就这么恨不得我在京城地头蛇的 达官显官们叫劲 四人入了九九馆 青鸟和少年屋都瞧着像是正经人家 徐凤年和轩辕清风就十分眨眼了 尤其是一席紫衣的灰山山主 连徐孝都说 确实有几分宫里头正排娘娘的疯子 他这一进去 虽说是环视一周的动作 却明明白白让人察觉到他的目中无人 轩辕清风瞅准了角落一张空桌子 也不理睬桌上放了一柄象牙古扇 走过去一屁股坐下 一挥袖将那柄只好些真金白银的雅扇 扶到地上 少年悟想着让青鸟姐姐好跟公子坐一张长凳上 就要坐在轩辕清风身边 被冷冷一斜眼指得乖乖坐在对面 徐凤年本想跟雾和青鸟挤一张凳子 可青鸟嘴角一翘故意没给他留作为 徐凤年也就只能硬着头皮 让轩辕清风坐进去靠墙壁一些 他那被轩辕净成焦纵惯了的臭脾气 也就对着徐霄还能有几分拘谨敬畏 对徐凤年从来就谈不上好脸色 左而进右而出 仍是坐在长凳中间纹丝不动 徐凤年侧着身坐下 小管子藏龙卧虎 往来的都是些有名头的人物 轩辕清风不讲理在前 徐凤年只得给他亡羊补牢 在九九馆伙计发火之前拾起那把象牙扇 才发现扇顶上绿绳子既有一颗 镂空象牙刁球 球内藏球 徐凤年轻轻一摇晃眯眼望去 竟然累计多达十九颗之多 这份心思 这份手艺堪称一绝呀 哪怕是见多识广的徐凤年 也忍不住仔细端详起来 管内的小二是个年轻小伙 年轻气盛火气旺 加之九九馆见多了京城大人物 难免眼高于鼎 虽说眼前这座男女不像俗人 可自家地盘上不能坠了威风 言语中就带了几分火气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回事 懂不懂先来后到 我不管你们是谁 想要吃咱们馆子的涮羊肉 就得去外头老是等着 轩辕清风转过头伸出双指指向火急双眼 徐凤年不动声色按下他的手 朝火急歉意笑道 啊后来占了位置是我们理亏 等扇子主人到了 我自会跟他们说一声 要是不愿通融 我们就再去外头老老实实等着 这会儿天冷 就当我们借跪地暖一暖身子 我这妹子脾气差 别跟那一般见识 少年物撇过头忍住笑忍得坚信 自家公子真是走哪都不吃亏啊 这不就成了古牛大纲女主人的哥哥了 差点就给轩辕清风寡去双目的伙计 油然不知逃过一劫 不过他心底当然希望 那冷冰冰的绝美女子 能够在店里坐着扬眼 见眼下这白头公子哥说话说得圆滑周到 也乐得顺水推舟 酒酒馆内气氛骤然一凝 四五位衣着鲜亮的锦衣子弟晃入门槛 饭馆里头的事已经给通风报信了 为首一人相貌长得对不起那身华贵服饰 看到轩辕清风的背影后 眼前一亮 来到徐凤年身边 举起双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眼神阴沉晦暗 脸上倒是笑眯眯的 喂喂 你摔了我的扇子 占了我的地儿 这可就是你不讲究了 折上名贵 可还算有价商量 那象牙滚掉绣球就真是无价宝了 我妹子摔出了几次裂痕 是我们不对 这个公子宰相肚里能撑船 开个价 就算砸锅卖铁 我们也尽量赔偿公子 哈哈 宰相肚里能撑船 哈哈哈 身旁帮贤的呼朋狗友也都哄堂大笑 其中一人逗乐了 话里带话 嘿嘿 王大公子 咱们黎阳王朝称得上宰相的 不过是三省上书令和三殿三阁大学士 先前空悬大半 如今倒是补齐了七七八八 这小子独具慧眼哪 竟然知晓你爹有可能马上成为宰相之一 谈钱就俗了 本公子不差那点 不过这扇铁锡这滚绣球的小物件 是本公子打算送给天下第一名记李白师的见面礼 里头有大秦夜 你怎么赔 赔得起 本公子向来与人为善 本来不打算跟你一般见识 既然你说了要赔 那咱们就坐下来计较计较 你起身 我坐下 我跟你妹子慢慢计较 你真不跟我计较 要跟我妹子计较 一不小心就计较成了大舅子和妹夫 爹大欢喜啊 白头的家伙 你小子走大运了 比出门捡着金元宝还来的走运 昨天去玉皇馆里烧了几百炷香 知道这位公子是谁吗 户部王尚书的三公子 户部王雄贵 倒还算是如雷贯 如刘文豹在船上所说 永辉元年到了永辉四年之间 被誉为科举之春 那四年中冒出头的极地近市 大多城市龙飞 尤为主墓 竟是一甲第一人英茂春领衔 如今已是汉陵院主侍人 当朝处相之首 除此之外 更有赵佑玲平部清云 依次帝官之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 尚书省中仅次于载府张居禄 和兵部尚书顾建堂 这也就是韩族读书人王雄贵 元国韩玲分别入主各部 一举扭转南方世子 不长实权的庙堂颓士 勇辉是春中年纪最轻的 王雄贵当时做主是张巨鹿 考礼记 房诗便是月礼记考卷的昔日国子剑 左记久还温 王雄贵的飞黄腾达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永辉年间越过龙门的数寒两族 这十几位鲤鱼 大多数后代都不称气候 难以为继 啊幸会幸会 正要起身 结果被轩辕清风一脚狠狠踩在脚背上 没能站起来 徐凤年方才挡去轩辕清风的寡目举动 此时给踩了脚背 外加往死里很辣急拧 也有些吃痛 心中暗叹 差点忘了身边这一肚子祸舍的歹多娘们 可真是指玄进的高手呢 徐凤年见他没有收脚的意图 只得弯腰拍了拍 仍是没有动静 无意间瞅见他紫衣裙摆沾染了许多泥泞 如今徐凤年过日子十分勤俭 见不得他糟蹋银子 就帮他裙摆系了一个轻巧小碗 既不耽误行走 而且再走雪地泥路就不易粘带泥泞了 嘴上还不忘碎碎念 嘿 真是不懂过日子的败家娘们 滚一边去 轩辕清风桌下轻轻抬脚 刀子眼神寡的则是那边抖露家世的京城世家子 他一开口就惊吓了满座时刻 王雄贵最不成才的幼子听到这句谩骂后 彭腹大笑挺直的腰杆 手上旋转象牙绣球没开眼笑 竟是半点都不恼 他笑得胸有成竹 瞥了眼的紫衣女子胸脯身藏不落啊 又居高临下 看了眼卑躬屈膝给他寄群成碗的外乡男子 兄妹 糊弄小爷我 你小子以为白个头 就当自己是那佩刀上殿还不贵的北梁世子了 好了 李树买卖都两清了 双眼坏绣球 怎么看都是王尚书的公子你赚到了 再不走 我可不保证你会不会直着进来 横着出去 王雄贵自永辉年间入世 但是弹劾徐霄大小十二次 冤有头债有储 我不像京城某些人 不会跟你这个当儿子的算这笔旧账 你也不配 小子 你真当自个儿是北梁世子了 就算真是又如何 你敢咬我啊 徐凤年身出一臂 五指成功 京城一流顽固王远然就给牵扯的扑向桌面 徐凤年按住他后脑袋往桌上狠狠一撞 桌面给尚书幼子的头颅撞出一个窟窿 直轻轻躺在地上 鼻气晕厥过去 那些个帮贤吓得浸若寒蝉两股战战 这哥们总不会真是那北梁盘子吧 徐凤年对少年撇了撇嘴 都丢出去 少年死士猛然起身 抓住一个就跟零鸡鸭似的朝门外砸出去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才给丢制出去的王远然帮贤 又给治回饭馆 撞在了狐朋狗友身上 贪软在地估计是吓懵了 都忘了哭爹喊娘 徐凤年转头望去 瞇了瞇眼 京城里真正的主人之一 假到了 踏入饭馆的五六人中 就有两位姓赵 随珠公主赵峰雅 一名高壮男子身形游在他之前 跨入九九馆 多年以来一直被朝野上下 是所下一任赵家天子的大皇子赵武 赵峰雅一脸幸灾乐祸 赵武则脸色阴沉 身后三人一名女子姿色远超出九十文 是陈瑜 还有两名气急绵长如江河的大内护从 步伐稳重 腰配国有黄丝的玉刺金刀 九九馆的伙计已经不敢捞面了 饭馆老板是个徐娘半老的风韵妇人 也不知是谁家豢养的金丝雀 遇上这种大风大浪也是怡然不惧 娇笑姗姗走出 双手端了铜锅在桌上 有手脚麻利送来三盘透着大理石花纹的鲜嫩羊肉片 更有芝麻烧饼酸白菜白皮糖蒜等几样精致小食 外加七八只碗碟 产自清徐的熏醋 自家晒出的老抽 现炸的小辣椒韭菜花等等 你们先出去 那些客人帮闲如获大赦 可仍是不敢动他 生怕这位仙子说话不算数 又让他们最佳一等 皇子赵武板着脸挥了挥手 帮人脚底抹油头也不回的跑远了 赵武挑了一张凳子坐下 也不看徐凤年 野狗就是没家教 处处撒尿也不看是什么地方 家狗在家门口倒是叫喊的殷勤 见人就费上几声 也不怕一砖撂倒下锅 京城的大冬天吃上一锅 土生土长的土狗肉 真是不错 也就只配跟王远然这种看门狗对着咬喽 真是出息啊 赵毅一语石破天惊 听说是你亲自在铁门关截杀了赵凯 我虽也不喜这个来历不明的侄子 可毕竟他姓赵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幸许的敢做不敢承认 别的不好说 做一条家狗敢做也敢认 一条野狗要是撒尿能撒到我脚上 也算本事 就怕满嘴刁愤光嘴臭不咬人 就凭你 不喊其他人代劳 哎呦 到时候可别自己给自己台阶下 说没吃上饭 手脚没力气 徐凤年缓缓站起身 一名金刀侍卫踏出三步 抽刀出鞘几寸 徐凤年继续前行 侍卫一步跨出 裹黄金刀迅速出鞘 刀光乍现 可眨眼功夫 徐凤年就站在他面前 一手按住刀柄 将即将全部出鞘的刀 塞回刀下 近乎二品实力的御前侍卫眼神一领 开眼转 徐凤年左手松开刀柄轻轻一推 侍卫膝落空 惊骇之间 徐凤年一记 悬身鞭骨就砸出 呼啸成竞风 侍卫顾不得注定占不到便宜的仓促拔刀 猛然天金坠 身体往后倒去 一手按住 正要向后一张 然后扶摇起身 就被徐凤年欺身而尽 一张仙人斧大 直接轰入地面 口吐鲜血 挣扎着 站不起来了 没了伟静止玄的内力更没了伟静天下 却已是让徐凤年亲眼见证了长卷铺开的灰弘 哪怕只是可怜简的那凤毛麟角也远非一个不到二品实力的侍卫可以叫板 另外一名金刀侍卫 一跃过铜辽身体 举刀 当头拼下 羽相激战目盲琴师曾有胡佳十八拍 徐凤年 侧身在刀身连拍六下而已 刀士就荡然无存了 一袖回水把这名大内侍从挥到墙壁上 然后遇见黄童与青梅定入尖头在墙壁 余下十剑 巨石瞬间一瞬刺透 侍卫倒在桌上后 墙上触目惊心的十二滩血迹 徐凤年转身一手掐住大皇子赵武的脖子低头凝笑 你赵武出了姓氏 拿什么跟我比啊 徐凤年往后一推 陈渝给直接撞的倒地 这个北梁世子竟是将黎阳大皇子掐在墙壁上喘不过气 徐凤年一字一字问出口 就算你姓赵 就如何 徐凤年 门口一位妇人轻轻喊出声 容颜不过平平却不怒自卫 他身边还站着一位跟大皇子赵武有几分形似的年轻男子 不过比起赵武的粗犷气息 多了许多内敛的儒雅气 一看就是对养育极有心得的行家老手 瘦辱滔天 本该恼羞成怒的莽夫赵武 嘴角一丝弧度稍纵即逝 只有徐凤年敏锐捕捉到 恐怕连一门心思盯住北梁世子的富人都不曾留心 徐凤年本想甩肝掉出藏头夺尾的寒雕寺 却没有想到是皇后赵志和四皇子赵篆浮出水面 徐凤年笑着慢慢松开赵武脖子 转身微微躬身 侄儿见过赵仪 是你第一次如此喊本宫 也是最后一次 好自为之 徐赵两家上一辈人已是恩断义绝 原本对徐家还有一丝测影的赵志 也彻底亲自掐灭那点飘忽不定的香火 突然转头望去脸色阴沉的白头男子 富有笑容和煦春风 这让赵志心中掠过一抹不为人知的阴霾 赵武扶起两名伤势各有轻重的金刀侍卫 四皇子赵篆走上前去 搀扶其中受伤较轻的一人 让那名大内护从顿时感恩戴德 两位同父同母的皇子悄悄相视一笑 赵武更是转头咧嘴朝北梁世子做了个刀割脖子的血腥手势 赵转则轻轻按下赵武的手 对徐凤年微微致歉一笑 随珠公主赵风雅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摔了一跤的沉鱼依然云淡风轻 氧气也不俗 三名女子坐入马车 大皇子赵武和四皇子赵转骑马护驾 这样的车队实在是惊世骇俗 随珠公主眼角眉梢俱事笑意 嘴上去骂道 一箭莽夫 梯子是你四哥架上去的 徐凤年也聪明 如此一来两家都走下了梯子 我不懂 赵车掀开帘子 瞪了一眼自作聪明的儿子赵转 后者嬉皮笑脸做了个鬼脸 徐凤年借此告诉我们赵家 徐家以后只为离养百姓守国门 跟赵家没关系了 胆子也太肥了 赵风雅由不解气冷哼一声 然后自顾自笑起来 差点笑出眼泪 母后 我要是有李淳刚的本事就好了 就学老剑神去北梁边上喊几声 钱来 马来 刀来 嗖嗖嗖 徐凤年的家底就没了 一干二净 要不就学白衣僧人挂一条黄河在她头上 哗啦一下 淹死她 赵至爱怜的摸了摸女儿脑袋 孩子气 从长不大 那老板娘谁啊 上次我跟徐伯伯来这吃羊肉 也有说有笑的 唉 算不清楚的老账本 赵风雅扑在当今皇后怀里 低声坏笑 母后 你跟我透底 你比徐伯伯小不了几岁 当年有没有暗恋过徐伯伯 无法无天 早点把你嫁出去才行 跟母女二人显然隔阂极深的沉鱼 一直一言不发 不闻不问 不听不说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195集 这边徐凤年和轩原清风二人重新坐回桌位 让你一起用事 是被大皇子赵武陷害了 还是被四皇子召转你这笑面糊坑了一把 多半是赵家老四 赵武虽说故意隐藏了身手 但应该没这份心机 我听说太子就是这两人中的一个 那你岂不是注定得罪了以后的黎阳皇帝 谁说不是 哟 连皇后娘娘都动了真怒 可你瞧这一点都不担心啊 装的 嗯 我说装的 行了吧 那女子就是胭脂瓶上的陈鱼吧 是要做大皇子妃 还是宫里辛娜的娘娘 没兴趣知道 我看着你跟她关系不简单 瞎猜 我的直觉一向很蠢 徐凤年在锅里涮了几片羊肉 分别夹到青鸟和雾的碗里 大概是她对那些绅士飘灵又不失倔强的女子下意识地容忍 以至于对轩辕清风的耐心也格外的多了几分 徐凤年摇摇头笑着朝挂脸礼屋那边喊 哎 红衣 可没你这么当长辈的啊 呸呸呸 小兔崽子 才喊了那女子一声诏诣 我哪里当得起一个鱼子 小心让我折兽 来 给我仔细瞧瞧 长得真是像极了无所 亏的不是徐霄那副粗糙德行 否则哪家闺女瞎了眼才给你做媳妇 我这些年可担心坏了 就怕你小子娶不到媳妇 红衣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挖苦啊 徐霄欠你那几顿饭钱我不还了 喊姨就喊姨吧 反正一大把年纪了也不怕被你喊老喽 还什么银子 红衣不是你那薄情寡义的赵姨 她呀 护独子护得厉害 跟着老母鸡似的 只要进了家窝边 见人就拙 什么情分都不讲的 当年我跟你娘 加上她 三个女子姐妹相称 就属她最近名算计 可惜了 哦 当年那点儿本就不厚的姐妹情仪 都给你们这两代男人的大义什么的 挥霍得一点不剩 妇人走了出来 跟徐凤年挤在一条长凳上 轩辕清风默默靠着墙壁而坐 眼角余光 看到妇人说话间 不忘伸手拿捏徐凤年的脸颊 称得上是爱不释手 偏偏她还不能阻拦 如此有趣的场景可真是百年难遇 妇人揉了揉徐凤年的白头 这些年委屈你了 徐凤年抿起嘴唇摇了摇头 武当山上苍松脆白 在冬日里格外清脆欲滴 显得有几分阴气森森 一株老百树下摆了张小桌 两人队影 身后站了五名婢女 一名风雨婢女闻酒 一名轻受婢女煮茶 酒壶茶炉画桌而放精味分明 喝酒之人面容枯素 大约四十岁左右 瞧着暮色沉沉 饮茶之人相貌清雅 一眼望去便给人超凡脱俗感觉的出彩男子 保养的比富人还要精心小心 六十七颗圆本锡六十四颗 纳兰佑瓷 纳兰佑瓷躺在檀木小榻上 产了产香料 哼 原本锡 真要把靖南亭那只白眼狼 当第二个闭眼栽培 小心血本无归 我虽未亲耳听过亲眼见过 可听旁人说起言行 不像是能让你安心托付大任的英才 一部上书撑死了 平气彻骨 言情在面 不是个好东西 让他辅证治国 你就不怕辛苦一事 领了满盘结书 丁橙四四找我来 不用你擦心 纳兰佑瓷接过一盏黑幼茶杯 手指悬了悬杯眼 我看金安王照寻手下的谋士陆许就不错 你不挖挖墙脚 没了年轻瞎子辅佐 空恶中原腰履之地的相反 还不是静在你手 陆许也恰好可以接过你的纵横术一波 原本西面无表情 满满饮酒 纳兰佑瓷已拍自己额头 嘿 差点忘了 你原本西西下无子嗣 跟宦官无异 而且不树敌不彭党 本就是让赵家人放心 你要是有了继承人 也就是你原本西被羡慕杀驴的那一天了 如此说来 你真该羡慕我 原本西看了一眼 这位站在燕翅王幕后的男子 沉默不语 呵呵呵 陆许真是黄龙式的一颗棋子 那命格清高殊荣的陈鱼是不是 原本西仰头快饮一杯酒 纳兰佑瓷知道这人的脾性 也懒得刨根问底 换了一个问题 你没能在自家院子里逮住黄龙式这只串门老鼠 原本西摇了摇头 唉想想真是滑稽 你原本西一手策划了京城白衣案 又说服赵志招那小子做驸马 就是希望北梁一代而终 如今好不容易盼来了北梁世子赴京 在京城里偏偏杀不得 还得当亲生儿子护着 连寒雕寺都不许他入城捣乱 只许他在京城五百里以外出手截杀 原本西因为当年自断半寸蛇 口齿不轻 那徐凤年耗赢了很自暴 这局期我就输给北梁 就当我敬酒给李帆了 哎呀这点你比我强愿赌服输 我呢就没这种气度 要不然我这会儿还能跟姓谢的做知己 他死后别说敬酒 我恨不得刨了他的坟 听说他还有余孽后代不跟他姓 我挖第三池找了好些年都没消息 亏得那份颜值品才知道像南宫蒲叶 原本西台币亭碑神游万里 根本没有搭理这一场 哼 藩王世袭网替 按宗藩法力需要三年守孝 我猜徐霄死前一定会起信边境 再跟北蒙打上一场大仗 好让他敌长子顺利封王 以防夜长梦多 原本西啊 我劝你趁早下手 釜底抽薪 早早打乱李一身死前留下的后手算计 知道你为何比不上你遗憾吗 知道啊 黄龙氏骂我只能谋得十年得失 你是半个哑巴 我则是半个瞎子 原本西一笑置之 那小子果真孤身去了北蒙 杀了徐怀南和正直武力巅峰的第五幕 嗯 哼 那你就不怕 除非还没有要北蒙 才又尽量跌到赵家杀我 若真是如此 拿你性命换一个北梁一座北蒙 你也是赚的 那存贼报 你不担心人虎为患 已不是春秋 莽夫不成事 天下未乱属地乱 天下一平属未平 占据属地 与坐拥北梁一志无二 无望吞并天下 原本西 我得提醒一句 这是我被书生惊艳之谈 春秋之中 谁又能想到 一个才二品实力的年轻将领 可以成为人徒 我呀 唉 情之所中皆可一死 不独有男女痴情 据说北蒙里密必有一只笼子 养有蝴蝶 我们说到底 都还是隆重的 唯独黄龙氏超然事外 袁本西 你有想过 他到底想要什么吗 袁本西站起身 人生三四小 一言 一公 一德 一世三大头 圣中圣文圣志 恐怕数百年 乃至青年以后 占人跟黄龙氏概观定论 纳兰佑辞没有恭送袁本西 坐在小榻上 最好是黄龙氏死在你我手上 然后我死在谢家小儿手上 你死在徐凤年手上 天下太平 圆本西突然转身笑了笑 哼 超死在徐凤年手上 不更有事 灰气 等袁本西走出荒拜道观 纳兰佑辞想了想 伸出手指沾了沾茶水 在桌面上写下两字 黄帝 原本西这一去 也不知后事如何呀 黎阳更换年号前的最后一次立冬 一场瑞雪赵丰年 金东麦盖三层被 来年就能枕着馒头睡了 这一天没有早朝 皇帝率领规模更为浩荡盛大的文武官员 前往北郊登坛祭祀 沿途挤满了百姓 其中六成都是冲着新任兵部尚书陈之报 三成则是好奇北梁世子 到底是怎样一个年轻人而知 当日徐凤年在玉道上做出了撕裂百丈地皮的壮举 可谓是震惊不少人 毕竟这泰安城耍剑玩刀的纹固子弟 没有十万也有一万 哪一个能有这一份能耐 陈之报一袭大红蟒一 宛如一齐独行 附近燕池王赵炳 广陵王赵义 郊东王赵衰 淮南王赵英 靖安王赵巡 六位宗室藩王 风采几乎全被陈之报一人夺取 巨市身穿正黄蟒衣的皇子们 又跟一位穿有醒目白蟒衣的白头世子 刻意拉开一段距离 一个年轻瞎子 在侍女杏花帮忙下来到路边 没有非要挤录其中 只是安静 站在围观百姓蜂拥 集结而成的后市队伍边缘 当徐凤年在街上一骑而过 杏花轻声提醒了一句 从湘帆城赶来的瞎子陆许 抬头望去 脸色素 勇子向对座手谈时局 从政务时分在棋盘上 杀至暮色 毕生安忙 杏花小心翼翼伸手护着这位老靖安忙 要他不惜拿命去护着的书生 公子 你认得北梁世子 我是瞎子 也不好说什么有过一面之人 在永子向赌气谋生的时候 赚了徐世子好些铜钱 十局起 正到手足足一百一十文 他也会下棋 还不被公子你杀得丢盔蟹甲 齐力相当不俗 无理手极多 我也赢得不轻松 主仆二人停留片刻后 正要离去 杏花猛然转身 死死盯住远处走来的一名老儒生 那人身上潜藏契机 让死侍杏花如临大帝 陆许拍了拍他的手臂 作依问道 可是袁先生 看你愿巧跟修 袁朴 陆许站定后 神行自论 袁朴或者说是 袁本西走近几步 用他言语模糊 却仍算地道的京腔说道 陆公子做见四处 欺财了 唉 新庙新奇好 庙再小 相克相活也不至于太少 老庙庙再大 逢雨漏水 逢风漏风 你就是给我当住持也不愿意去的 何况 老庙大庙相伙不论多少 纷争注定要多 什么时候被赶出庙都不知 何况 陆续眼瞎不知人 却知自己精良 不想再成为下一个宋家人 若公子 别忘了宋家老父子为何而死 宋家老庙为何而倒塌 寻常富裕人家 以货财害子孙 宋家以学术杀后世 早就该死 再者 袁先生也别忘了 是谁借我的刀 去扶持宋家除凤 我索贤处像多达十余人 宋贺最不离人注目 这桩某话 恐怕人万安又死 也得离开京城才想得到 纳兰先生所谋不在京城 甚至不在庙堂 宇言先生各走独木桥阳关道 自然不在这些事情上 花心思去多加思量 难免会有遗漏 北洋父子最牛引荐子人 你当如何 在其位谋其政 这难道不是一位谋士的底线所在 别人说这种光明航航的言语 我全然不信 一路死后粗口 我心七八分 为何你没有去北洋 我倒是想去 可徐凤年没有带我走出用字像 原本嘻嘻哈哈大笑 转头对杏花直接到处连陆许都不曾知道的真实名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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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领寶 先生我也都许闲谈言语 你尽管去实笔报给道行 要想跟你公子一起作活几年 这句话就不要提起了 杏花此时头疼在于如何跟靖安王照寻 却阐述今日见闻 如何不苟私情 却能又让陆公子不被新靖安王 生出丝毫的猜忌疑心 此时文言脸色苍白 要此别过 谢元先生赏赐下的一张十年保命符 杏花一头雾水 仍是学寻常门户里的女子施了个万夫 原本西挥了挥手 转身离去 杏花嘴唇发抖 轻声问陆续 公子 保命符 此话怎解 咱们的靖安王生性多疑 发迹之前可以隐忍不发 一旦成就大事 难免得意忘形 就要与人清算旧账 元先生 则是他不管如何得失 都不敢招惹的人物 这位先生今日见我 是赠我保命符 给我 自然也就是给你的 这句话也会烂在肚中 公子请放心 陆续突然揉了揉杏花的头发 柳灵宝 这名字有福气 杏花目得灿然一笑 借公子吉言 陆续转头一望 自言自语 北梁啊 玄机无声地笑了 隔日 太子册封大殿 中轴三大殿 第二殿中和殿 策立太子班赵时 皇帝需要先至此殿 着龙袍滚冕 再到前殿升座 当今天子望着身边不远处的皇后赵志 对其轻柔一笑 近哉不言中 原本皇后与天子同性与礼不合 只是皇帝仍是不被器重的皇子时 与这位统帅后宫的女子便相敬如宾 奉为知己 私下曾发誓 他日登基称帝 定会立他儿子为太子 赵志偏爱小儿子赵传 皇帝更是不惜有为立敌长不立树佑的祖训 几位诞下皇子成年的娘娘也都脸色如常 不敢流露出丝毫异样情绪 六位皇子中 除了最为年幼的六皇子赵纯才十二岁 可以留在京城等到集冠 其余四位无望太子之位的皇子 今日锋芒 三日以后就要出城旧藩 旧藩之前必须与新太子辞行 叩头三次 行如此大礼 用以彰显太子尊崇 五英殿内静候朝会的六位皇子不露痕迹的分作两波 大皇子四皇子和六皇子聚在一边 赵武即将封辽王 并且受镇北将军 在诸位皇子中得以赌掌兵权 二皇子赵文封唐王 他的娘亲是江南出身的淑妃聂 并非那毫伐氏族的女子在后宫恪守礼仪与世无争 是极为严谨温婉的性子 皇子赵文也颇为温良恭俭 词早华美 被誉为彼宴有灵万中有神 经常与青词宰相赵丹平相谈论道 不负一个文字 三皇子赵雄封汉王 马上会就藩于边境济州 其母得非彭元清 北地世子集团之牛耳者之一辽东彭家的女子 赵雄也是皇子中最不让皇室省心的一位 市井传言曾多次为难皇子赵凯 五皇子赵红封月王 其娘不在嫔妃之恋 仅是一名劫余薛权家世平平 皇子妃中 严东吴始终被四皇子赵传拉住手 他的手沁凉如冰霜 清理面容有些拘束 笑容温柔的赵传则手心俱使汗水 与大哥赵五低声闲聊时 不断侧头对他一笑 赵智来到两个儿子身前 分别理了理赵五赵传兄弟二人的衣领和袖口 一丝不苟 大皇子赵五咧嘴一笑 即将以太子身份被昭告天下的赵传 依旧是那玩世不恭的无赖脾性 握着母后的手在自己脸上摸缩了一下 看得少年六皇子觉得四皇兄比他还要孩子心性 歪嘴轻笑 赵智抽回手 在赵传额头敲了敲 多大的人了 还没脸被扫 嘿嘿 再大这辈子可都是母后的儿子嘛 母后 要不让大哥晚些时候出京 混账话 脸皮齐厚的赵传怡然不惧 涂了吐舌头 揉乱了少年赵纯的头发 还好有小纯二留在京城陪我玩耍 少年皇子拉住赵传的绣管一脸期待 四哥四哥 啥时候把那只长盛将军送我呗 你不是跟我保证说再也不都去旋了吗 该不是又在骗我吧 严东吴说罢对赵纯揉声笑了笑 小纯回头都送你 你四哥敢私藏一只你就跟我告状 我哪敢骗你啊 送送送都送他 年幼皇子对着四哥挤出一个阳光灿烂的坏笑 然后装模作样弯腰朝亲定太子妃作了一个大衣 纯二谢过嫂子大恩来 赵志眉眼泛着笑意 皇帝陛下已经穿好正皇龙袍来到他们身旁 看到这副众人打心眼儿 融融恰恰的温馨光景 也是欣慰满怀 面朝颜东吴 威严而不失长辈慈祥 东吴啊 以后该怎么管输转儿就怎么管 他要敢给你脸色看 朕替你撑腰替你收拾他 转儿就是瞧一棍子走一步路的背懒混子 不过有一点转儿不错 随朕这个当爹的 可能会让自己媳妇受累 但绝不会让媳妇受气 严东吴正要恭敬谢恩 被赵志拉住双臂 都是自家人 只在外人面前嗑嗑气气就行了 父皇母后 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帮我说话的好媳妇 你们可别交坏了 到时候看我不天天去你们跟前念叨 赵家天子笑而不远 皇后赵志抬手做事要打 别得了便宜还买乖 四爹 你真惨 以后我可没机会陪你喝闷酒咯 你找六弟去 别别别我一闻酒气就醉 皇帝爽朗一笑环视一周 然后对所有皇子沉声道 这次分封你们做王 是要你们分阵各地 贾府皇室 他日出京就番 不需有半点懈怠 除赵传以外所有皇子都一丝不苟 功身领命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6集 今日不同往日 文武百官都不得急于入殿 需要等到皇帝和皇后皇子都登殿才可进入 近千人便都在大殿以外城门以内的白玉广场上耐心静候 不同于新封为王的皇子还有三日逗留泰安城的时光 五位宗室藩王在朝会以后就要立即出京赶赴藩地 焦东王赵衰挪不实际来到徐凤年身边 一起望向正南城门 再往南之外城将近十八里路 总计树立有十八巍峨座门 赵虽不像是与人言语 只像是独自感慨 一晃三十年 当年一起喝酒说婚话的年轻人都老了 徐桥说过一直对赵伯伯你愧疚得很 愧疚什么也就是欠了几顿酒 等你们都成家立业了 再过些年老头子们都闭了眼 有的是机会再下头一起喝酒 啊 以后有机会去两聊看看 记得找赵义 这小子这两年不仰慕那些飞来飞去的江湖高手了 只仰慕你 他对你啊就两个字 福气 啊 是实诚话可不是嘴上客套 前些年听闻你在大雪平上 对龙虎山天师府的言语 这小子天天在我这个爹面前说放屁 哎呀 如今都成了口头禅了 只要谁跟他提还钱 他就这么说 还个屁 徐凤年一脸尴尬 不远处焦东王世子赵义也大致猜出对话内容 对头来视线的徐凤年含蓄的笑了笑 焦东王赵虽往向南方 这次策立太子分封皇子肯定要防着西楚曹长青来京城起信 就是不知五帝城那个天下第二会不会坐镇十八城门之一 应该不会 那位随姓老剑客已经前往东海五帝城 又怎会在这呢 赵虽不问理由 只是轻声笑了笑 不过听说吴家老祖宗肃王会带剑八百饼镇守其中一门 其余城门也是多有高手把守 不知拦不拦得下来一位如圣曹官子啊 一阵哗然声轰响开来 徐凤年悬生抬头望去 他咬了咬嘴唇 渗出一抹不易察觉的血丝 中轴遇到某座城门 飞剑进迁拔地而起 一席轻衣裹袖破剑阵 潇洒越门前行 无视飞剑身后追杀 太安城满城轰动 曹长青游城门内以视如破竹之势 长掠而来 更有一名风姿可谓举世无双的年轻女子遇见直过十八门 一箭悬庭众人顶 站在那柄大概二十三年前 也曾如此入宫城的名剑之上 大梁龙却 百无聊赖在中和殿测殿 五英殿台阶上跳着玩的隋珠公主 瞪大眼睛几乎惊掉了下巴 这女子可不就是武当山上那个把一块破烂菜谱当宝贝的寒酸丫环吗 就他会那遇见三万里的剑仙神通 曹长青略至城门外 一跃上城楼站在遇见女子身边 西楚曹长青随公主将尼官吏泰安城 老话劝人都说事不过三呢 可这位西楚移民已经是第四次来皇宫了 只是官子曹长青这一次踏足泰安城身边多了一名年轻女子 她遇见玄庭 一美飘摇 千余人齐齐回神过后 文武官员瞬间由东西划分变成了南北割烈 武将以兵部两位侍郎 卢白杰卢生相 以及多位老纪福利的年迈大将军为首 往南即行 文官则后撤北方 还有两百余人脚步极快或者极慢 步伐急促者都是西楚下一辈移民 见风使舵只想着撇清关系生怕惹祸上身 老一辈则截然相反 几乎同时潜然泪下 转身后撤时 台秀颜面步子亮强 更有数十位年迈老人当场老泪纵横 众多为黎阳朝廷不计前嫌纳入朝廷的移民官员 也有些唏嘘感慨 神情复杂 春秋八个王国 尽数慢慢融入黎阳 北独西楚至今仍是愚孽猖獗 一心想要那死灰复燃 黎阳皇帝率先踏出大殿 却并没有震怒 只是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曹先生 好一个西楚官礼太安城啊 曹长青一袭普通轻衣 双柄双白 若非此时高丽于皇宫城头 也就与一名汉陵院寒酸老儒无异 我黎阳王朝既有白衣僧人挂黄河于北莽 道德宗又有曹先生连过十八门闯城而来 自是我朝姓氏啊 此话一出 广场上原本坠坠不安的文武官员都吃了颗定心丸 小竹掩开 一代雄才帝王 当如此气吞天下呀 尽等还礼 这位曹官子脚下顿时骂声一片 大骂他不知好歹 多半是出自文臣之口 多数武将气恼得怒发冲冠 只恨手无兵器 加上忌惮曹青一的如胜名头 不敢造次 生怕理工不成反被耻笑 哗啦一声 不知谁率先转头 然后一起转过身 望向红蟒衣的伟岸男子 拓枪时机而上 一干梅子酒 枪牵朝地 来到皇帝陛下身侧后 枪身一悬 枪柄插入地面 义夫当官 梅子轻转子 有兵胜陈之报护家 赵家天子更是豪迈气概横生 眯眼望去 接下的大将军顾建堂 李扬军武第一高手的宝座 迄今为止无人撼动 当陈之报入京以后 众人翘首以判 想着两位分出一个高下 不曾想两位新老兵部尚书 非但没有势同水火 反倒是有过了顾建堂亲自 提酒去臣府巨头队饮的传言 顾建堂看到皇上投来视线 轻轻点头 按住刀柄 大踏步前行 武将相继后退 宫墙正南是徒手徒步而来的曹长青 与御剑的王国公主江泥 东侧则是阻拦吴国的吴家剑种肃王 身后是一只被剑种独有御剑术编制而出的大风巢 八百丙吴家藏剑汇聚而成 西侧来自龙虎山的青子宰相赵丹平 这位语意倾向的大天师跟一名世人不知身份的魁梧老者 并肩而立老者 写背有一柄几乎寻常古剑两倍长度的大剑 强角两排持有彩袖离己的御林军 窥然不懂 顾建堂先还一离 顾建堂说完以后一探臂 以并离己从御林卫脱手而出 天下用刀第一人顾建堂大踏步奔出 握住急速飞来的离己轻贺一声 如一道炸雷轰向墙头的曹长青 曹青一一步踏出悬庭天空 并拢食指中指 对这些雷霆之势而机智的几肩轻轻竖起 长达一丈半的离己 根本不是寸寸折断 而是毫离崩裂碾坐积焚呢 曹长青发肆不曾拂乱些许 赵丹萍二环礼 先锋道骨的赵丹萍身穿皇子道袍飘飘欲仙 抬起大袖 祭出酒饼贴有陶服的陶梦 飞剑有酒 竟然一出手便是道门只悬问长盛的先家手段 送的是上古人语 做的是自家人 如何问到长生啊 天下风流独占八斗的大关子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点 九剑之中有八剑四箱 打在空中烦然翠链 最后一剑 竭力来到曹长青身前 强一针 曹长青那根没有收回的手指顺势一拨 陶木剑调转剑尖朝赵丹萍一掠而去 速度快了太多 堪称积损之力 赵丹萍眉头紧重 飞剑出锈去时着而不群 来时收剑狼狈尽险 飞剑入锈归入锈 刀袍大秀 鼓荡摇晃 久久不肯安静 两次环礼都被轻衣弹指之间化解 配刀出列的顾剑堂本就才还了一半 里被那位青瓷宰相打断 眉宇之间本就隐约有不悦 可仍是敬他是龙虎山天师强行按捺下磅磅气急 等到此时二环礼结束拔地而起 南华出窍一刀几乎让天地黯然失死 一只扶空而战的曹长青踏出三步 一手傲然负后 右手一手迎向那品南华刀 手掌直接透过刀芒 按住了南华刀锋 斩的便是圣人 顾剑堂轻笑一声 南华刀芒羞尸不见 任由曹长青按住刀锋 他左手与右手一起按住刀铃 曹长青微微皱眉 瞬间试然 身体悬如陀鲁 最终头朝地脚朝天 右手不离南华 只见天空中一声闷雷炸开 轰隆隆不绝于耳 他握住南华刀 重新站定 顾剑堂并未强行夺刀 而是后撤两步飘然落地 曹长青一挥袖 大袖撕立 天空中又相继响起五声雷 原来是如此的出窍 不愧是让刀超凡入胜的 顾剑堂啊 轻轻将南华刀丢向落脚在广场上的顾剑堂 顾剑堂也没有胡搅蛮缠 悬好古刀南华转身前行 这时候所有人才看到曹长青身后斜向九天的那条路径 云气剧烈震动 寻常人也是清晰可见 台阶之上陈之暴与皇帝窃窃私语 后者以怜恍然 陆地神仙本就是世间所谓高高在上的天人 可曹长青的如胜踏足时间不长却已是骇人听闻的挤入地先巅峰境 离数百年前吕祖过天门而反身恐怕只差一层半境界 接了轻力两里 仅是一袖略为破败的曹长青脸色平静 可马上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凌厉剑意刺骨冰冷 遇见女子视线所及 那一条线上的文官武将都下意识左右侧疑躲开 直到一人浮出水面 北梁徐凤年 将你嘴中青土五字 赤天律浩然 大皇大子两种剑气 营绕修长古剑朝广场上一袭醒目白蟒衣掠去 费剑出鞘前一瞬 得以登龙门参与朝会的圆亭山一脸凝笑 望向未来岳父大人的顾剑堂审处一手 大将军借刀 顾剑堂神情古井步步 不见任何犹豫 更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腰间南华刀如青龙出水 铿枪出鞘 逃亡出身却骤然想富贵的圆亭山 非但没有任何西服心态 更想着在这泰安城一鸣惊人 这些时日几乎都想疯了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你们世家子坐向荣华 心安理得 老子就得次次博命 富贵险中求 谁拦老子 谁去死 境界始终一路暴涨的圆亭山握住南华刀那一刻 整个人发丝浮乱入天人附体 犹如走火魔阵 一刀在手 顿时知晓了 大将军不光借了南华刀 还蕴含了一股磅礴真情 如此美意 圆亭山怎能让天下用刀第一人的老丈人大失所望 圆亭山转为双手握刀 眼眸泛红怒喝一声 一刀朝画湖坠地的飞剑劈局 城楼之上力敌顾建堂赵丹平两大高手的曹青衣 视若无睹 只是平静出生 西楚一环北凉里 这才是真正的平地奇惊雷啊 恶名远波的圆亭山一刀抡下 妙致巅峰 堪堪披在了大梁龙雀尖 可飞剑仍是笔直略去 剑身补产分好 双幅之一的南华刀就这样在飞剑身上一气滑目而过 圆亭山脚下广场军列的飞石四剑 声响刺破耳目 所幸这头疯狗身后都是有武艺帮身的将领 面对突如其来的祸及驰鱼 除了卢生相和卢白杰轻描淡写挥秀散飞石 其余大多都遮挡得十分狼狈 徐凤年左脚踏出一步右脚后撤一步 双手抬起一手截大将一手喊昆仑 一剑直直破二式剑剑直刺徐凤年胸口 徐凤年默念一声 剑来 悬甲青梅竹马昭入春水桃花 峨眉朱雀黄童皮肤金屡太厄 叮叮咚咚十二响响彻皇城 剑剑仍是不改方向 离徐凤年心口仅剩一丈距离 天地间风卷云云 然后一抹刺眼大鼓轰然坠地 如一道天结大雷 由天庭来到人间 试图横跟在飞剑和徐凤年两者之中 这头击身天象巅峰镜的猪袍鹦雾 一脚踩在了飞剑剑剑之上 身怀六臂 以悲悯向世人 欢喜向独妄向徐凤年 自甲子以前 仙人齐玄珍在莲花台斩摸以后 恐怕这是世人第一次 睁眼见到天魔将士 阴雾踮起小劲 飞剑在他身前颠倒 顺势抛掠向空中 江泥面无表情 伸出一指轻轻一挥 曹长青继续淡然出声 西出二环黎阳里 飞剑刺杀北梁世子无果 仿佛仍有余力无穷尽 高过猪袍鹦雾和白蟒衣男子头顶 朝台阶之上的黎阳皇帝飞去 剑气如漫天银河 写星斗道谢人间 赵家天子握紧拳头 竟是一步不退 陈之暴伸手握住那杆梅子九往下一按 梅子九瞬间羞逝不见 赤地伏兵十万 离赵家天子十步梅子九破土而出 撞在飞剑剑剑之上 刹那悬停 风鸣没有任何声响 文武百官不安武艺之辈 顿时捂住耳朵蹲在地上 一些体质孱弱的文官更有蹊跷流血的凄凉迹象 卢生相和唐熙剑仙卢白杰等人都高高跃起 将飞剑梅子九和千语人之间隔去那股杂乱如洪水外泄的无形契机 梅子九终于弹回陈之暴手中 站在剑鞘之上的江泥冷哼一声 飞剑一闪而逝即归鞘 几乎同时 嘴角血丝越来越浓的徐凤年握住阴雾一臂 狠狠丢置向攻城一侧墙头 猪袍大袖 如同一只白日里的大红服 扑向赵丹亭身边的魁梧老人 镇守皇宫的两位高手之一 只论境界游在纸玄寒雕寺之上 柳松师 徐凤年丢出阴雾之后 一步跨出将近十丈飘向原地上 江南道上他曾想杀徐之虎 徐凤年抬起手臂五指如钩 剑再来 悬甲 太鹅 桃花 金铝黄铜 吴丙锋芒最为剑气冲斗牛的飞剑 一气砸下 心人死大顶 袁亭山脸色巨变 南华刀撩起一阵眼花缭乱的刀芒 同时步步后撤 可手掌虎口裂血硬生生挡去无间 才撤出三步就横向一滚 后背剑出一串血珠 飞兵悬庭位置极为毒辣丢钻的皮肤飞剑 划破了那身他梦寐以求的官服 好不容易横滚出杀机 悠悠无饼剑当头如冷水泼洒而下 袁亭山脸色争鸣 一咬牙拔起南华刀 一鼓作气击飞三柄飞剑 脑袋一歪躲过擦架而过的一柄 借南华刀击剑反弹之势 在最后一柄飞剑穿心而过之前贴在胸口 本就没有站稳的袁亭山一个亮枪摇摇欲坠 终归还是被他占定 伸手摸了摸血水不怒反笑 哈哈哈哈有本事再来 然后接下来几乎所有人都瞠目皆舍 只见得徐凤年缓缓前行闲庭信步 但被这位北梁世子莫名其妙敌对的袁亭山 却好似一尾不幸掉落在岸上的草域 乱蹦乱跳垂死挣扎 已经不足武藏距离 袁亭山不断鲜血死剑 世人只知桃花剑神邓太阿 小霞珍藏十二柄飞剑 都不知世间还有第二人可以遇见如此之多 终止三丈 一直在等这一刻的袁亭山夺取三剑之命 任由两剑透体 一道屁下 广场上大气不敢喘的官员都捏了一把冷汗 袭击着这条疯狗一刀就劈死那个城府可怕的北梁世子 可接下来一模 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只有卢生向卢白杰等人轻轻摇头 有些惋惜又有些惊艳 袁亭山匿气收刀偏锋猛 卢生向惋惜真正的生死关头 袁亭山不惜福可到底还是惜命了 没有做那一命换一命的勾当 这位北梁世子真是胆达妄为啊 他明明可以赢得相对轻松一些 没想到他居然拿自己去跟堵袁亭山 比谁更先怕死 这样的搏杀带给袁亭山的巨大心理阴影 恐怕一辈子都抹不去了 徐凤年一掌拍在气势衰竭的袁亭山胸口 脚步连绵踏出抓起空中 袁亭山的一只脚转身就是猛然砸在地上 一个大坑 袁亭山显然已是奄奄一息 一直眯眼观战的顾剑堂终于踏出一步 要袁亭山死在京城还得过他顾剑堂这一关 微风起 安静站在广场上的白头年轻人 莽衣大秀随风飘飘摇摇 一路他身世那般风雨飘摇 当年那个谁都不看好的徐家长子 终于彻底撕去了败叙外衣 拥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绝伦风采 徐凤年望向坑中原亭山咧嘴一笑 哼 就你也都不配我拔刀 今天算你走运有个好岳父 下一次我亲手剥了你的皮 一 在下脆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7集 顾剑堂撇了一眼躺在坑中不动弹的圆庭山 手中仍是死死握有南华刀 他并不认为北梁世子胆敢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善杀官员 不过心底却有两个疑问 邓太阿十二柄飞剑为何辗转到了徐凤年之上 还有那头将柳松师铺落成头的珠袍阴雾 是何根底 要知道一般银雾根本进不了紫黄龙气弥漫的皇城 自从占据半壁江湖的魔教与斩魔台一役彻底烟消云散之后 世间公认再无一头天魔呀 顾剑堂刹那恍惚之间那徐家小儿竟然出尔反尔 跟他玩了一手欲擒故纵 不见动作仅是心意所致 以柄箭胎圆满的飞剑便直刺圆庭山头 这让顾剑堂心怒无以复加 好你个徐凤年天子脚下 你一个异性凡王世子仗着赵家亏欠徐家的糊涂账 去讨要几笔老债 挑了个最佳时机火中取栗 顾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随你肆意妄为 可你不知轻重还敢当着黎阳所有众臣权贵的面折损我顾剑堂 真当顾某是一条人人可打的落水狗了 顾剑堂一嗅欲气挥掉飞剑头发 正要抬手欲回南华刀教训这丧心病狂的北梁小蛮子 无意间看到徐凤年嘴角笑意一闪而逝 在幻海沉浮中历练的八风不动的顾剑堂 闸眼时分便输回浓郁杀机 袁亭山出刀拦剑 对北梁大不敬确实施力在前 这一顿教训天经地义 可你若要杀袁亭山 不管是今天还是下一次 顾某都会对你拔刀一次 一辈恩怨一辈了 这是寥寥几位庙堂著师独有的傲气 顾剑堂若是今日对年轻了一辈的徐凤年动手 注定要为天下人诟病 顾剑堂是天下用刀第一人 赢了绝无半分光彩又不能重伤了他 爱手爱脚只会助长了北梁世子 注定要水涨船高的气焰 徐凤年抖了抖蟒衣袖管 十二兵飞剑入袖归位 然后双手轻轻插袖 这个充满示警器的动作跟徐霄如出一辙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哈 顾尚书可杀三教圣人的方寸雷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以后是要领教领教 顾尚书 哪壶不开提那壶的玩味称呼 顾剑堂没有故作大度的一笑置之 徐瘸子可以当着双方将领的面 把一柄北梁刀搁在他肩头肆意拍打 辱人至极 顾剑堂可以一人再人 可面对徐凤年 顾剑堂就没有了那份镇定 这与度量大小无关 此任兵部尚书授予大祝国头衔的春秋四大名将之一 顾剑堂这一生是头一次如此认真凝视着徐家长子 顾某等你来两辽祭祖 只要你敢来跟我争用刀第一人的名头 辽地境内除了顾某会与你光明正大一战 没有谁敢对你耍阴谋诡计徐凤年依然双手插袖 懒散无赖的姿态 顾剑堂一挥手 两名宦官带着一匹雨林卫从坑中抬走一身鲜血淋漓的圆庭山 顾剑堂看了一眼面容死寂眼神死灰的年轻疯狗 腥红血迹顺着南华刀滴落在广场上 南华刀今日起就属于你圆庭山的私物 就当北湖的一份驾着 圆庭山缓缓扭头 望向这位顶替北梁王成为王朝唯一一位大驻国的大将军 眼眸中炸起一抹神采艰难咧咧咧 顾剑堂没有理睬 只是抬头看向正南城头上的曹长青和御剑女子 对于西楚复经官礼一事 朝廷中书早有预料 剑中的吴家肃王也正是因此而出山 中轴十八门以剑道大宗师肃王坐镇 之外还有不下六七名九居京城这座深坛的顶尖高手 前些时候顾剑堂曾自建为朝廷镇守一门 阻拦那位曹青衣 只是陛下并未允许 曹长青自负于如胜手段 太安城这边若敢撕破脸皮 入圣时曾发有宏愿以身死患天翻地覆的西楚齐戴照 当然真的就敢拼去身死 让那名王国公主欲见离去 而用他曹长青的一条圣人性命换来京城封王 成为一桩官员死伤数百人的大惨剧 如果皇帝真想铁了心让曹长青不入太安城 原本大可以让他顾剑堂配南华 陈之暴带梅子九 剑种肃王老祖宗和柳松师分着四方城门 各自携带精锐势力 只要遇上曹长青只需拖延上小半炷香 其余三位就可以第一时间带人赶来堵截为啥 但是出乎顾剑堂的意料啊 皇帝和张巨鹿以及那名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太安城的断舌谋士 都没有如此保守不均仍是让曹长青大摇大摆来到城头 召告天下西楚复国 哈哈哈哈 当初离阳西楚南北对质 是谁都猜不出结局的旗鼓相当 可如今二十年海燕清平西楚几乎是试图用半国之力 抗衡其余春秋诸国联手蛇吞象 哈哈 曹长青到底还是书生义气了 黎阳皇帝踏出一步 真希望有生之年能跟曹先生心平气和的在这太安工城内 以其会有 曹长青洒然一笑没有复言 江泥欲见离开城头石杖 让广场上文官武将又是一阵战战兢兢 江泥扯了扯嘴角大梁龙雀勾入云霄不见踪影 曹长青随即也转身略去 唉 两家玄梨屋是笑我白了头吗 皇帝让内官官掌掌印宋唐禄上街 轻声说了一句 然后这位炙手可热的权患走到台阶附近 面对广场沉声道 特许北梁世子徐凤年退朝 何时出城无需向朝廷禀报 徐凤年听闻圣旨后仍是双手插秀转身便走 一直留心北梁世子下一步动静的赵家天子 瞇了瞇眼眸 但很快就适然脸色如常 几乎在徐凤年转身同时走向大殿跨入门槛 赵徐两家分道扬镳 大半官员都在徐凤年转身时不约而同咽了咽口水 尤其是那位本该意气风发的国子剑又季酒晋兰亭 脸色颓废如丧考评 徐凤年走出城门以后停下身形 因无单应与自己心意相通 比起早已不用耗费契机去迁御的飞剑也毫不逊色 他将皇宫里的那条年迈折笼扑落城头后 不到半竹像 悄无声息之中就是无数次的生死来回 因无醉下双臂颓败下垂 一席鲜亮红袍也破烂蓝绿了几分 毕竟是阴晦之物 在泰安城内进行天象竞高手的巅峰对决 不占天时本是致命的烈士 他能够如此作为已是足够惊世骇俗 传言跻身天象境界 年述比起常人 一辈子还来着久远的柳松诗 安安静静站在墙根下 看不出半点气急败坏 只是眼神阴沉如毒蛇 死死咬住了北梁世子 徐凤年先对鹦鹉展颜一笑 然后走向柳松诗 相距十数战后停讲 你可别老死的太快 老人笑声杀呀 如老驴托墨盘磨僵 伸出一掌一次翻覆动作 嘿嘿嘿嘿嘿 老夫当年杀不得大的 杀个小的 不过如此而已 徐凤年伸出一根手指抹了抹嘴角 老王八躲在深潭里 我暂时是奈何不得 不过春秋十座豪华 遵你为老祖宗的南洋柳氏 还有好些有望报教朝廷的英才俊燕 我这就让人去斩草除根 你救还是不救 我先前故意不做这些脏事 就是想着进京以后 亲口跟你好好说上一声 你菩萨过河子身难保 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 大好河山齐驢走着瞧 白头年轻人双手插袖 缓缓走在玉道上 朱袍英雾欢喜相 望向这个落寞背影 悲悯像看着那个辛苦隐忍杀计的柳松氏 徐凤年走出一段路程后拔出双手 没有转头突然问英雾 以后你叫徐英 好不好 英雾伸出一臂 轻轻扯住他一只袖子 一人一英雾好似相依为命 两相无言 携手走在这座泰安城中轴上 徐凤年单独走向偏离中轴遇到的马车 马夫自然是轻衣清秀鞋的青鸟 身怀穿过玉玺的轩辕清风一袭子衣 顺便吓唬吓唬那个不知在哪守株带兔的寒雕寺 这位儒胜不会在京城里取回阳玺 你这几天抓紧时间汲取契运 才纳入四五分 嗯做人要知足 能到手五六分就差不多了啊 过犹不及契运一世啊神鬼莫测 万一出了差池说到底遭罪的还是你 不是我 来掏出来给我瞅瞅 好帮你长长眼 轩辕清风欲言又止 冷哼一声终归没有动静 嘿 真当这枚玉玺是你进鸾了啊 啊 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以往你跟我蛮横不讲理 那时我好说话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几年我在私藏 陈芝豹比我更狠 早已经悄然入胜 铁门关一役 陈芝豹正值五刀巅峰 尚且敌不过曹清一 你要是惹恼了这位西楚齐代赵 耽误了他的复国大业 注定没好果子吃 再说了 牵扯到玉玺的气数称尾 你比你爹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就是个门外汉 远不如我 我替你长长眼 查露不缺 你还不满意了 轩辕清风犹豫再三 死死盯着徐凤年 终于慢腾腾伸出纤细良指 歪了歪脸旁 从脖子里 撵出一根串着玉玺的红线 轻轻一提拎出了玉玺 徐凤年苦笑不得 哦 难怪你扭扭捏捏的 到底是在这类事情上 脸皮厚不起来的女子啊 徐凤年立即故作正经古板 省得他恼羞成怒 结果仍然留有丝丝缕缕 体温的红绳 低头凝视这枚西楚玉玺 轩辕清风撇过头捂住心口 看不清他容颜是韵怒还是娇羞 绳坠下的玉玺呈现出 晶莹通透的圆润景象 其中又有皇子两气急速流转 如夏季迅期的江河 如雏鸟离巢 心之所向仍是轩辕清风 气韵外泄于玉玺 一起飘荡 渗入轩辕清风七窍三丹田 徐凤年哭笑不得 仍抬头望向那个仍在跟自己置气的娘 不 这哪里是四五分啊 分明已经被你窃取了六七分 以前说你只会败家 真是冤枉你了 轩辕清风如徐凤年所说 是货真价实的门外汉 得手玉玺之后 只是埋头汲取玉玺蕴藏气韵 听闻真相以后也有些雀跃惊喜 当真有六七分 嗯 你试着将全部契机都倾泻出来 眨眼之间车厢内气海扶摇 两匹马骤然停蹄 一副雷打不动的架势 徐凤年发肆飘浮不定 发出嘖嘖声 眯眼感慨 又到门炼气室来说便是气征于孟泽 波汉玉环楼 摇动昆仑山 嗯 跟武当老长教的大黄庭也差不离了 轩辕清风闭上眼睛摊开双臂 临近宫城的泰安城一带 肉眼不可见的契机 以马车为原心迅猛汇聚而来 他一脸陶醉自然 徐凤年手中玉玺 摇摇晃晃幅度越来越大 收手打住 轩辕清风迅速回神收敛契机 似乎察觉到自己的举止太过温数 狠狠瞪了一眼法号施令的徐凤年 徐凤年递还给他红绳玉玺 趁这几天再汲取一分半分 别人心不足一口吃成胖子也不好 尤其是女人太胖了不好看 轩辕清风安静凝视着这个家伙 哼 一点都不好笑 徐凤年双手插袖笑了笑 哼 是真的冷啊 哦 今年入冬以后太安城的确格外的冷 徐凤年等轩辕清风转过身 塞回玉玺到那风鸾凹陷之中突然问道 轩辕清风 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很有谋算天赋 别人靠脚踏实地的学问积累 和官场上的经验系列 你靠的是直觉 你休想我给你当北梁豢养的英犬 我与你做买卖 一桩是一桩 别紧张啊 我没有到积不择实的地步 只是难得心情好 所以口头嘉奖你一次 你跟京城白衣案的柳松是挑明了 摆好了擂台 这次出京跟赵家天子那边也彻底结清 以后各凭本事公开画下道来 庙堂之上很多事情 深深重重为幕后的布局 步步为营 资诸必孝 可放到台面上最终落在朝臣眼中 其实往往也就那么回事 很难一眼看出高明之处 让我以藩王世子身份赴经官吏 明面上佩刀入殿可不贵 赵家天子无疑给了天大面子 可给了这颗甜枣之外呢 几大棍子下来 都结结实实地敲在了北梁头上 破格提拔靖兰亭为国子县又记久 勾搭理学大家摇白风入京认识 卓声北梁都护陈之报为兵部尚书 临终目颜杰西更是一举成为当朝 最为殊荣显赫的皇亲国戚 唉 这正大光明的四大棍子 可都是当着满朝文卜的面敲打在我身上 我又怎能不介事大闹一场 也好趁此机会 用自己的方式 却极力安稳北梁铁骑军心 马车缓缓回到下马围义馆 俯如刘文豹 已经跟一个老叫花子无疑了 依旧在笼爪怀下苦苦等候 此时正蹲着啃一个冰凉生硬的馒头 等北梁世子给他一个施展报复的机会 徐凤年下车以后仍是正眼都没有一个 斜视一眼都欠缝 看到徐凤年正要静止走入驿馆 留文豹小跑过来 徐公子有人找你 是那个姓李的小姑娘 也不进驿馆只是与我闲聊 他等了半天熬不住饿 这会儿买吃屎去了 哦 他是不是说家住在一座寺里啊 寺是他家的 对的对的 小姑娘可也有趣 我正纳闷呢 还有女子住在寺里的 嗯 你去驿馆找个暖和的地方 童子梁问起 就说是我让你住下 不在乎这一两天 刘文豹吃得住苦 这么多年都撑过来了 想着以后苦尽甘来才大 徐凤年也不刻意 与五十几岁都没有成家立业的老儒生客气 轩辕清风已经直接了当进了一关 就让青鸟先进去 自己单独留下在门口迎接李子姑娘 公子为何这么快就退朝 差点跟顾建堂动手 给赶回来了 刘文豹择舌不敢再问 远处 那个立志要做行侠仗义江湖女侠的少女 蹦蹦跳跳 往夏马维驿馆这边跳着风格 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徐凤年住在夏马维 自觉的历经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就跑过来了 他这趟出门倒也带了几张银票 可都叮嘱奔南北去逢人便送礼了 没想着如何构置衣上脂粉身上只有一些可怜的碎银铜钱 今天破天荒起了个大早火急火燎就赶来下马为外 大清早都忘了填饱肚子给冻的浑身直哆嗦 终于熬不过肚子打鼓就买了一剔白馒头 就因为这八九个馒头对泰安城的印象糟糕到了极点 太贵了 当年跟徐凤年要是在京城行走江湖 十有八九啊早给饿死了 狠狠咬着一个在家里山下买好几个的昂贵馒头 蹦跳着向驿馆慢慢推移 远远看到一个熟悉身影 诶 那人怎么一身白 白头白衣白鞋子跟雪人似的 不会是徐凤年吧 他慢慢挪步向那颗笼爪老怀 走近了认清了那张朝思暮想的脸孔 小姑娘愣在当场 嘴里还咬着一口馒头 正正看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男子 顾不得女侠风范和淑女礼仪 转身就跑 手里馒头丢了一地 刘文豹一脸匪夷所思 完了 这小姑娘是给世子殿下吓傻了 徐凤年忍俊不禁走过去 捡起不算太脏的馒头都捧在怀里 小姑娘跑出去一段路程 又跑回来梨花带雨 徐凤年你是要死了吗 我爹本事大我回去跟他说说 你等着一定要等着我呀 然后他又转身打算跑路 徐凤年腾出一只手 按住他的小脑袋把他拧转身 死不了 我是觉着出门在外想要引人注目 觉得剑走偏风就染成了白发 小姑娘性格天真烂漫 却不笨气坏了 你骗我 徐凤年把一个馒头塞到他嘴里 自己也叼了一个 你家南北和尚呢 李子姑娘拿出馒头抽气起来 奔南北去宫里等着面圣了 又要跟那个什么 亲此宰相 还有白莲先生吵架 徐凤年没有妹妹 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见他小脸蛋冻得两坨通红 伸手帮他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哎呀 好不容易见了面就跟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也不怕被南北笑话 他那么笨我都不笑话他 徐凤年牵起他的冰凉小手走向下马尾 人生一大喜他乡欲固执 徐凤年转头抬起轻轻望去 有人来时入江湖意气风发 去时出江湖问心无愧 徐凤年转过头低头看了眼小姑娘 可惜温华没机会跟咱们一起行走江湖了 为啥呀 他练剑还是那么没出息 还是跨了笔木剑 大出息了 不过他不练剑了 不在京城吗 他去哪了 我在找 哼 温华都不等我 不仗义 以后被我见到 骂死他 好的 要是我先找的那小子 连你那份一起骂 官李锋芒的第二日 一个背负陶木剑的年轻道人入城 泰安城海纳百川 龙虎山道士便经常入京画幅社教 京城百姓也见过不少天师府上 与天子同姓的皇子贵人 不过这位朴素道士来自于数百年来名声不鲜的武当山 天下道士蝴蝶统侠于掌管天下道士的羽衣青像赵丹霞 唯独这座武当山是例外 这名道士入城以后问了夏马维驿馆的方向 步行而往 不小心绕了远路 走了将近一个时辰才看到驿馆外头的龙爪怀 武当山李玉府 求见北梁世子徐凤年 对守门义族通报了身份 义族不敢耽搁 一头污水往后院禀告 仅靠两条腿从武当走到京城的李玉府 也没有道人风范 坐在驿馆门外的台阶上稍作休憩 按照玉柱封心法轻轻吐纳 老儒生刘文豹瞥了一眼就没有再去理睬 徐凤年正在后院跟李子姑娘对第八座雪人 听到童子良的禀报后皱着眉头走到门口 李玉府起身打了个棋手略显拘谨 徐凤年眉头舒展笑了笑 李长将我可当不起你如此大礼啊 武当山李玉府继修成大黄亭的王重楼 李玉族转世红喜相后又一位武当长将 结果李玉府似乎比徐凤年还紧张万分 连客套寒暄的言语也没憋出口 有些难言脸红 不像是武当众望所归的大真人 反而像是见着了英俊男子的小娘 这让徐凤年深陷云里雾里 只觉得莫名其妙 我几次上山除去骑牛的年轻师叔祖 和一些顽劣的小道童 也就只见过脾气极好的王重楼 和神徒一见示威的王小平 甚至没有见过一面李玉府 谈不上过节恩怨 都说红喜相对此人抱以厚望 怎的这般腼腆内袖 徐凤年暗下心中好奇 领着李玉府往后院走去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8集 起初还担心李玉府象征武当山静静面圣 为赵家天子招来若囊中 北梁内部被朝廷东一廊头西一锄头 挖了太多墙角 若是再加上一个武当山 就真让人恨不得破罐子破摔了 再是 大姐徐之虎当年在那武当山 上了奇牛的胆小鬼 我自己也曾在那里练刀 受过王长教一份天大恩惠 那里还有一块不知是否已经荒芜的菜谱 和注定已经消散无踪影的 大羹角试杀铁 若是武当山判出北梁 就算北梁可以忍 我也绝不能忍 压下满腔心思 徐凤妍入了院子 对正在拿木炭点睛雪人的小姑娘笑了笑 李三 给武当山新长教搬条凳子 小姑娘赶忙伸手在雪人身上擦了擦炭计 去屋里搬了根凳子出来 李玉福仍是矜持害羞 殿下 小道站着说话就可以了 徐凤年认认真真打亮了他一眼 率先坐在本就摆在屋外眼下的藤椅上 哎 你怎么跟洪喜相半点都不像啊 那家伙脸皮比你厚了几百重云楼了 李玉福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鼓起勇气坐在凳子上 正今微作目不斜视 两条藤椅一根凳 徐凤年居中 轩辕清风躺在他左手边椅子上 气息全无如火死人 徐凤年也不急于询问隐情 躺下以后只是柔声笑了笑 哈 我跟你小师叔是老交情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还欠了我好去禁书没还呢 总骗我说你大师叔陈瑶给通通收脚了去 泥牛入海 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 也不知为何每次见着他就来气 手脚啊就有些管不住了 他也喜欢嚷嚷 打人不打脸 踢人不踢卵 啊 也不知他从哪里听来的江湖俗语 李玉府偷偷骂了一把汗 这大冬天的 这位年轻道士身边既是雾碍蒸腾 如海外仙山一般的玄妙 可真真是奇了 见多识广的李子姑娘目瞪口呆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徐凤年摇起藤椅闭上眼睛 老长教真是好人 我这辈子啊 见过一些上了年级的道士 真正像神仙的 还真就只有王长教 轩辕清风突然冷哼一声 李玉府本就提心吊胆 此时更是被吓得咽了一口舌底惊叶 李玉府其实胆子不小 可他这辈子最崇拜敬畏的 便是那位曾经仙人齐鹤 剑斩气韵的小师叔 而上山以后方方面面老老小小 说的都是长教师叔 跟那位北梁世子是如何命理相克 几位师伯也都说过 小师叔的的确确 精诚挨揍 怕北梁世子怕得没有边际 小师叔明明都已经修为如九天高了 这让此生所作所为 都是追赶小师叔的李玉府 如何能不心怀忌惮呢 徐凤年转头 瞪了一眼被打搅到汲取气韵 而恼火出声的血缘清风 李玉府都不敢侧头去看那名紫衣女子 只敢在心中哀叹 山下女子都是老虎 小师叔说的没错 我听说北莽见其进去了趟牡当山 要问剑吕祖之非剑术 让你们武当山啊代替吕祖搭剑 一剑杀到了大莲花封封顶 结果又给你一路逼回山脚了 我是气昏了头 一息用事 其实剑术仍是比不过那位的剑气 我估计你的剑术啊 的确比不上黄青 可剑道高低跟剑术有关 却没有绝对关系 黄青问剑问剑道 说了也不奇怪 这就像女子有一张好看的脸蛋 能多加几文钱的姿色 可到底有多少美艳动人 还得看最为重要的气态 殿下所言甚是小道受教了 哈哈 你真当我是什么得道高人了 你这么聪明 我就是无聊放个屁 你也能误出一二三事来 李佛你也别疑神疑鬼了 我当年之所以敢打红喜相 不是我真的比他修为高 道行深 那只是他胆子小气量大 殿下好羞养 哈哈哈哈 你呀你拍马屁的时候 倒是跟那骑牛的如出一辙 都一成真诚 不愧是以外相成啊 李余福脸色微红 你就用两条腿走到了京城 中间去了趟地飞山 哦 我二姐曾在地飞山 取过几袋子龙沙 她说这座道教第一伏地出了恶龙 你难道是长恶龙去了 李余福微微一笑 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徐凤年心中震撼 瞥了眼武当新长教背后的那领陶木剑 李余福挠挠头 小道确实是见过了恶龙 却没有斩死 给人从中作梗 太安城为了昨日观礼大典 特地在中轴主要三殿之后 奉祀真武大帝 雕塑身形巨大 如同小山 京城所奉神旗未有出席左右者 天子轻笔提匾 统卧中书四字 用以拔高武当山在道教的地位 这件事情 你我心知肚明 朝廷在太安城 雕像真武大帝 武当山本无异议 可按照旅祖遗训 山上道人一律不入京城谋权贵 可是不知为何 雕成真武大帝神像之后 无风子遥 小道这才奉师命 入京一探究竟 一路东行时 觉察到地废山有所牵连 便先去了那座洞天福地 果然被小道发现了恶龙折服 这才初见斩龙 说到这里 李玉福起身 小道此生修行 愿只为黎明百姓初见斩不平 嗯 如此年轻的神仙啊 哎 那你什么时候去皇宫面见天子啊 既然已经斩过地废山恶龙 中轴之上真武大帝塑像想必已经再无恶兆 小道也就不去公城那边自损道行 掌教师叔曾对小道说过 我被修道有其伤 其中有一事便是不宜科蒙泄露天真 犯了此戒即便身具异象 一样难以位列先机 小道虽不奢望过天门未先班 却胆小 怕去那天底下龙气最重 阴气已是最重的地方 这次入京只是想见一见殿下 多听一听有关两位掌教的故事 出京以后 小道就要云游四方 不急于返回武当 想要十年之间行万里路 建一难平一难 武当山不出则已 一出即仙人 先有王重楼隐姓埋名行走江湖 扶危就困一指断苍蓝 后有红喜相飞剑镇龙虎 被天下练去世 视作可以立押五夫王先知的存在 下一个看来就是他了 万一你在江湖上遇上心仪女子 结成神仙道旅 甚至干脆连道士都不做了 武当山也不回了 那么你师父师伯们 岂不是得气得吐血了 不敢的 不是不会 小道虽远逊色于掌教实书 不擅长占卜算卦也就不懂天机 尾时不敢妄言以后会如何 可小道虽不知天下许多事 却最清楚自己该如何作为 真要遇上了喜欢的女子 也只敢相望于江湖 徐凤年莫不作声 李玉甫不安人情事故 不知如何暖场 只好站起身洗手告辞 徐凤年回过神 跟着站起身送到了门口 背负一柄寻常陶木剑的李玉甫 犹豫了一下 指了指老槐术 殿下可知 有练骑士在那颗笼爪怀动了手脚 徐凤年摇了摇头 眼神阴沉 李玉甫如是中风 终归没有多此疑问 宁气一吐七步踏钢 毫无杀气的陶木剑悠悠触鞘 差于龙爪怀树根部 这位当代武当长教 身指掐掘请神念道 八鬼射邪 刘文豹给吓了一跳 赶忙远离人道 老儒生所学博杂 对于阴阳称尾道门方术 将信将疑 不敢小觑 瞪大眼睛 结果只看到这年轻道人 露了一手不俗御剑术 之后就没了动静 勒声大雨点小 让刘文豹好生失望啊 李玉甫皱了皱眉头 走进槐树 右手拇指弯曲 在食指上一滑 血流不止 在树干上画一幅路 轻轻一拍 幅路消失不见 李玉甫神情非但没有咸淡积分 反而愈发凝重 一番思量后 双手手掌纠叉打起 左手拇指驱掌内 其余九指外露 徐凤年对道门俘虏是门外寒 反倒是身后的轩辕清风 语气平淡 这道士使的是太乙狮子学 相传太乙天尊做骑士九头狮子 固有此觉 先前他是何鬼之书 狮子觉则是请神之法 龙虎山的道门真人想要一气呵成 得要耗费一炷香功夫 足见这名道士本事不低 怎么在你跟前如此低违顺眼 他真是武当山的当代长将 徐凤年没有理睬 脾气好到一塌糊涂的李玉甫 似乎试探后抓住端倪 察觉到真相 竟是破天荒隐隐作怒 分明正统 却走旁门 李玉甫挥了一袖 脚下桃木剑拔地而起 掠向皇宫方向 双手在胸口 掐一个连轩辕清风都不认得的 会觉面容肃默 武当第三十六代长教李玉甫 公营真武 皇宫三大主殿之后 有真武 雄伟塑像高达三层楼 真武大帝镇守北方 孔射玄武 一段天下邪魔身体金甲 杖剑涅塌龟蛇 自从李玉甫赴地废山对敌恶龙之后 真武雕像不再晃动 原本一直守在此地的青词宰相赵丹萍 也得以控险下来 不用整天守候此地 担心塑像轰然找他 此时赵丹萍正跟随皇帝陛下 前往真武大帝雕像之地 瞻仰风采 除了这位大天师 还有被遇刺白莲先生的天师府 外姓人白玉 以及宁字辈中一名惊人的赵宁神 正是这位经常在龙虎山逛着逛着就能走神迷路的年轻赵姓道人 当初挡下了登山的桃花剑神邓太阿一剑 也正是赵宁神撰显了老子化胡经 棒斥佛教为朝廷灭佛造就大事 一行人不显浩荡 但气势无与伦比 赵家天子 三位龙虎山大小天师 除此之外 就是已经兼任司礼兼内官兼两大掌印太监的宋唐路 还有几位皆是儿历之年的起居郎 新太子赵传也在其中 正在与白莲先生讨教修道学问 突然赵丹萍和赵宁神几乎同时望向城南谋地 后者隐秘伸出一手迅速掐指 赵丹萍更是不遮掩一脸愤然 外人看来便是龙虎山天师以身正气勃发 如天上仙人雷霆大怒 好不容易已经纹丝不动的真武塑像又开始摇晃 幅度越来越大 比以往还来的惊世骇俗 速向四周地面上许多隐蔽浮阵都给牵扯拔出毁于一旦 宋唐路顾不得失离护在皇帝身前生怕雕像倒塌 赵丹萍一抚挽在手臂之间的白色竹尾 身形一略踩住阵眼一脚踏下 试图稳住精心设置的秘密阵法 可惜这一次终于力所不待 真武大帝塑像竟是抛去跟齐 缓缓向南方推移滑动 赵丹萍脸色苍白抬头望去有一柄桃木剑飞来 调转剑尖朝南好似要跟真武大帝一起往南而去 赵家天子脸色如常 刘宋师回去那柄剑 这名在白衣暗中处理最多的天象镜高手悄悄出现在皇帝身后 赵丹萍竭力镇压浮动不安的阵图 陛下不可妄动那把已经入阵逃见 否则恐怕塑像就有可能踏毁 皇帝面无表情 一直给人万事不上心憨傻印象的赵宁神 欢欢走出挡住塑像去了 仰头望向那尊朝廷供奉最高神旗 问了一个听上去极为荒诞无稽的幼稚问题 你要去见谁 真武大帝塑像继续向南滑行 赵丹萍脚步随之被强行牵扯南葬 白莲先生 可否告知真武到底是谁 难道不是那天生具备龙象之力的徐家二子 一身素白马一马鞋的白玉摇头表示歉意 老天师赵兮团一直今醒如此 可白玉看着不像 觉得是一条出江恶交才对 至于具体是谁 白玉没有卫补先知的本领 实在猜想不出 那到底是何人可以造就此番异象 这个白玉倒是知晓 看那陶木剑样式 是武当山道人代代相传的驴祖配剑 我年幼时仰慕族剑仙遗风也曾亲自雕刻过一柄 只是天父所限练不了剑 这位武当练气士不出意外 应该是在地废山斩龙的星掌教李玉府 这名道士入京不见真也就罢了 毕竟武当自古便有不若攻城的祖训 可洪喜向势力闯城在前 此次无礼造次再号 真当朕的太安城是青楼楚管不成 哼仗着有些家底便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白玉一笑置之没有细说 天师傅前辈赵丹萍那些见不得光的手臂 联手青天剑大批练气士 以下马为龙爪怀为耳料 以真武大帝塑像做耀眼 试图在北梁世子短暂居住驿站的这段时间 不光是镇压还要狠狠消耗其气韵 若在头顶搁置墨盘往死里碾压 我何敢 兵法推崇齐正相间 这是一齐 相对隐蔽慧暗 胜于一正则十分一见了然 见习武当山和北梁之间的关系 若是武当时去 借机示好朝廷 那本就遵佛的北梁 就彻底失去了道门支持 愈发孤立无援 朝廷大力破格提拔判处北梁众人 就是要让徐家成为孤家寡人 只要徐霄一死 世袭网替北梁王的徐凤年 除了拿三十万铁骑去填补西北门户的窟窿 根本无法再起波澜 好一场帝王霸数啊 可惜武当山还是那钻牛角尖的糟糕痞性 一点表面功夫都不愿做 也难怪是为落魄至此 争不过后期之宿的龙虎山 先是两禅四与龙虎山之间的佛道之争 武当斗法龙虎 这场则是道教祖庭之争 就算这场斗法赢了 却输了整座庙堂 武当山赢少输太多 宁神回来 赵宁神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侧身走到真武大帝塑像南下路线之外 说话间白玉悄悄摆了摆手 旁人大多关注赵宁神的举动 只有赵丹萍留心到了白玉的手势 一咬牙撤去对阵法的镇守 下马为驿馆外 徐凤年笑问李渔夫 有人在龙爪怀动了手脚 是针对我的意图不轨 李渔夫神情凝重 点了点头 涉及气韵 李渔夫还是点头 气韵空荡如雪白宣旨的徐凤年 几乎要捧腹大笑 行了 你就别惹恼了那帮赵家人了 好好行你的十万里路 这些阿渣事情不用你管 收回陶木剑赶紧出京 陶木剑入了阵法 想收回来很难了 一管外的长街尽头出现一名中年青山剑客 附建神徒缓行而至 面容古朴如上古方式 他对武当山新长教打了一个棋手 李渔夫赶忙还礼毕恭毕敬 见过小王师说 闭口仰剑二十载的王小平 王小平面有不悦 显然对这位年轻长教掺和王朝争斗有所不喜 李渔夫性子淳朴却不是真傻 当下便有些尴尬 武当剑术第一人王小平 你为何会出现在下马围 李渔夫王阳不劳赶忙解释 王世博曾经留下遗言 殿下何时入京 小王师兄何时入世 王小平摘下福建神图抛给徐凤年 沙哑开口 长教师兄和长教师弟都说过 京城见你还神图 徐凤年接过这柄天下明鉴 顾不得猜想王小平为何愿意开口说话 我能拿神图做什么 王小平既然开口 难道证明其见到已经大成 只是这个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哑巴 西字如今不再言语 师叔曾说过 我可一眼见真武 真武亦会见我 徐凤年更是摸不着头脑啊 木人之间神图在他手中颤名 如真武大帝兴斥急急如律令 归时神差 徐凤年转头望北 轻声脱口而出 见来 李玉甫逃目见一瞬 南非归见窍 见去 神徒北非归为真武大帝塑像之手 自负清高如见到不出世天才的王小平 朝这名白头年轻人恭恭敬敬 拘了一躬 天赋卓绝如李玉甫 在此时竟是都热泪盈眶 武当山八百年不见真武 今日终于真武见我 在下翠花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 第199集 得见真武 李玉甫也算是全了心愿 于是火速离京远离是非之地 而没了神徒的剑吃王小平则留在了义冠 估计日后少不了为虎作娼的骂声无数 王小平进了一间侧屋闭门谢客 然后小和尚奔南北就火急火燎跑来下马围 见着了世子殿下的惨淡景象后 就直挠光头 徐凤年也不多嘴他在皇宫里的凶险吵架 不如我与你们一同出京 然后去一趟两禅寺吧 师父让我和殿下一起去北梁 让我带他传授顿悟之法 唉 你要是没附京面胜还好 可你才出京城就跟我去北梁 这不等于就挑明了你们两禅寺 跟朝廷彻底闹翻了吗 不怕两禅寺被朝廷一怒之下封了正门 师父说封寺不打紧 反正四里和尚他饿不死 没了理所当然的保暖 苦实说法才形成 唉呦你师父倒是心宽 师父的顿悟我就怕说不好 南北要不你和李子还是别去北梁了 或者哪一天我想你们了再邀你们去北梁做客 李子姑娘已经用光所有积蓄 大功告成堆出最后一座雪人 拍着洞红双手走来听到这句话愣了愣 先是气势汹汹想要反驳 进而想起一事下的脸色苍白 犹豫不决 显然他后知后觉想起了那个奔南北 你以成佛而去的噩梦 我姓命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但信不意味着就一定要认命 我不管你师父李子的爹到底怎么个想法 你要是敢去北梁 我就能把你五花大榜丢到南海 东海也行 立地成佛的顿悟佛法天大地大 北梁的确是最容易传播的地方 但你也说过苦时说法心更成 那么就去北梁以外的地方吃苦去 北梁啊暂时不对你们开这个门 除了说经说法一事 其余事情都很笨的南北小和尚 顿时陷入两难境地 徐凤年不给他们多想的机会 继续毫不留情出生 你们这就马上离开京城 免得被我牵累 李子姑娘红着眼睛咬着嘴唇 听不懂竹客令 我才一段时间没见你 你就白了头 万一下子你说死就死了 我就只有你和温华两个朋友 温华又找不到 你让我怎么办啊 徐凤年欲言又止 本南北双手和时走到东西身边 徐凤年闭上眼睛 你们可以先途经西蜀入南兆 可以一路走到南海边上 路是难走 但相对安稳 李子姑娘到底是初长成 有女孩变成女子 这一次没有撒娇也没有纠缠 转头抹了抹眼泪 臭了臭鼻子 那我走了 徐凤年始终闭目凝神铁石心肠 他好不容易挪步到了后院门口 又转过头 我真走了 徐凤年无动于衷 玄元清风悄然白眼 搬上以后 玄元清风有些哭笑不得 一颗小脑袋探出门口 泪眼婆娑 然后又有一颗光头 也跟着鬼鬼祟祟探出来 徐凤年猛然起身 两颗脑袋搜一下都躲回去 徐凤年跨过门口 见到他背对自己 走过去拧了拧东西耳朵 把他搬过身子 以前都是我送你礼物 这次你和南北去南海 记得顺手帮我挑几样礼物 以后见了面 我会跟你讨要的 我俗气 礼物怎么贼贵贼贵的怎么来 李子姑娘低头呕了一声 徐凤年又转头对着南北和尚笑 那我就把这个妹妹交给你了 照顾好啊 记得一万斤胭脂水粉 也比不得一个活人 南北和尚点了点头 送行到下马威驿馆门口 徐凤年仅是挥了挥手就转身 留下一个哭得嘻里哗啦的少女和一个手足无措的年轻和尚 回到院子 徐凤年蹲在一座极西高度的小雪人面前 正正出身 她的二姐徐卫雄从小变鬼怪精灵 少女时曾经在武当山真武大帝雕像背后 可有法配三千里屋子 当时武当山上道士只当作志同行事无忌讳 如今想来 联系当年初次游历最远三千里之外 可算是一语成谶 你是真武大帝投胎 我身边的人 就没有一个有好报的 我娘没了陆地见仙 我大姐命徒多船 我二姐差点死于梅子酒 我师父李一山病死 我弟弟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为我入止旋 你不怕 怎一个惨自了得啊 我都要开心死了 徐凤年重重吐出一口气 没有在意疯婆娘的幸灾乐祸 站起身 回家 皇宫之内 天下福建第一的神徒归还真武大帝 赵丹萍脸色阴晴不定 默默心酸天机 却连苗头都算不到 白莲先生倒抽了一口冷气 用疑问语气念叨了一声 坚持王小平 宋唐禄和几位起居狼都下意识低头 妄向脚尖 不敢多看一眼这种尚且不知是恶赵 还是祥瑞的景象 赵宁神痴呆战领念念有词不断摇头 赵天使去趟今天见 赵丹萍领命急行而去 赵传即便当上了储君 貌似还是当文雅皇子时候的贤淡心态 皇帝转头笑了笑 川儿 你领着白莲先生与宁神四处走走 若有何地何处不妥 回头给朕写一份折子 记住了 别找人代别 是 太子殿下领着两名道士 在皇宫大内闲庭信部走得漫无目的 赵传突然笑问白语 嘿嘿 白莲先生 你说万一徐家嫡张子才是真武大帝 那岂不是很棘手啊 天上作仙落地为人 真是如此也无妨 八百年前 大秦皇帝以真武大帝投胎转世自去 也一样不曾统一北莽 只能跟凡夫俗子一般抱憾此事 先生 世人都信仙人得长生 历朝历代都有皇帝苦求方式 或练丹或访仙 可没有一个长生不老的 活过一百岁的皇帝都没有 那你们龙虎山竟然是道教祖庭所在 有没有真正正道长生的前辈天师啊 道教典籍上的飞生一书 我是不太信的 白莲先生 你信不信啊 哈哈哈哈 白玉年幼便被师父带去了龙虎山 也曾问过他老人家 世上是否有仙人 我只将师父言语转述一遍 他说道士修仙问大道 就像那采药人登山采药 有些人很懒 但命里有时终须有 若山一次就采得名贵药材满载而归 这类人武当有红喜相 白玉所在的龙虎山也有一位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天道酬秦 时有时无 但终归是有所收获 像天师府四位大天师 就是如此 成为了山外世人眼中的活神仙 距离道教真人的说法也只差一线 更多人则无功而返 可经常登山 不说采药能够眺望山景 就可视野开阔心旷神怡 多走走不常走的艰辛山路 也能锻炼体魄延年益寿 现代前朝确实有许多别角方式 以长生树取魅帝王 霍乱朝廷 这才白玉看来百害而无一亿 后世人自当警醒 但龙虎山的内丹法门 不以长生二字迷惑众生 则百利而无一害 无论帝王清相还是泛夫走卒都可以学上一学 故而陛下当年首次召我入京 与太子殿下一样 笑问我世上有无逍遥仙人 有无上城长生树 我都回答没有 没有 实则非生之士神仙之人 白玉既然是修道之人 自然兴其有 而帝王本分不再自得滔天福祉 而再谋求天下太平 长生树本就是逆天而行 皇帝奉天承运才自称天子 因此想要正道长生 尤为坚信 更不为上天所喜 星斗运转 江河流走 庙堂帷幄 人生人死 皆在遗鬼二字 本朝儒家排名 游在道教之前 便在于儒家内仁义外礼仪 却是一方治国根本良药啊 可天底下 还是没有医治百病的药方 道教清净无为 是另外一药方 东传中原的佛教其实也是 陛下灭佛不是灭真佛 而是拔除那些伪精伪僧 何尝不是为了以后 让太子殿下登基之时 大赦佛门而为 良药苦口啊 陛下用心亦是良苦 太子殿下韬光养晦 深谙黄老精髓 却不可不细细体谅啊 太子赵传当时听佛道之变心不在焉 白玉此时娓娓道来 则聚精会神一字不漏 还时一周见四下无人 轻轻出生 父皇是青慈宰相赵丹平为一介灵人 姑却不敢如此对待白莲先生 还望先生他日能够入朝为官 不求自得长生 只求万民尽得福责 白玉微微一笑不知可否 赵传同样会心一笑 赵宁神始终开始神游万里 对于太子和白莲先生的聊天 置若罔闻 赵传领着两位天师府道人 到了青天剑外便离去 白莲先生望着规格余举的青天剑高龙 算出来了 嗯 是徐凤年无疑 白玉不惊不喜 反而有些悲弃神色 喃喃自语 难怪龙虎山初代天师显灵龙池画天书 留下有马踏龙虎的衬羽 不过人是藩王尚且要王不见王 黎阳正知天地人三才齐聚 也难怪你徐凤年如此身世凄凉 身边在意之人可曾有一人得圆满 得善终 白玉叹息一声拍了拍身边年轻道士的肩膀 哎 故隐赵皇朝做的窜命之事 在帝飞山都能养出一条恶龙 我就不信你我做不到 京城五十里路程之外有一座浮龙镇 当初黎阳王朝平定中原 收纳天下豪身复古匠人等三较久留入大瓮 扩城之前大量人流都指得定居在城外 人去成空 久而久之 就转手被后来势力揪占雀巢 不过这座浮龙镇 盛在离京不远 倒也繁华 一山傍水 一些好地段的府邸 至今还被京城权贵占据 用作踏春避暑秋游赏雪之用 佛龙镇上一座闹钟取静的客栈 来了个满头银丝的老人 出手谈不上阔绰 但气态极为不俗 掌柜和伙计都望而生畏 平时一身会议的老人独坐进食饮酒 都没有谁敢上前搭讪 然后又来了一对客人 跟回忆老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曹长青 跨过天象门槛成为儒盛 来我这儿要我杨威来了 还是要阻拦我杀徐凤年 恰好要等徐凤年还一样东西 就顺路跟你叙旧而已 之后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会插手 满头血的寒雕寺 瞥了一眼那位西楚王国公主江泥 收回视线 我寒雕寺虽是个阉人 却也知道陛下不会亏待了天下百姓 你曹长青虽说不是一己之私 却是以一国之私害天下 复国 嗯 你就算是陆地神仙 臣服得了吗 不尽人事不知天命 你跟徐凤年说一声 五百里以外一千里之内 我跟他之间必定分出一个死活 曹长青没有言语 寒雕寺丢下一袋银子在桌上走出客栈 曹长青望向公主殿下 后者平静开口 他只能由我来杀 寒雕寺未必能杀徐凤年 我说话算数 曹长青哪怕是连顾建堂南华封寸雷都可挡下的儒胜 对此也毫无办法 几日后六大藩王和几位新王出京之前 两辆马车便率先悄然离开泰安城 马夫分别是青鸟和少年死士雾 刘文豹终于修成正果 挨了好几天天寒地冻的老儒士得以坐入车厢 面对面就是那位剑痴王小平 出了泰安城城门 刘文豹掀开帘子 看出脑袋回望一眼神情复杂 这辈子没能当上名正言顺的妙臣 说半点不遗憾那是自欺欺人 可一身纵横罢学 能够在王朝西北门户的北梁使掌开来 这点可有可无的遗憾 也就算不得什么喽 刘文豹放下帘子自言自语 北梁春暖花开之前 我刘文豹能不能有上自己的一辆马车 咱也就这点指望了 官帽子大小入流不入流都不去想 是个官叫成 前头马车内 徐凤年和轩辕清风相对盘膝而坐 中间搁放了一只脱桶子粮临时购置而来的秋木棋盘 轩辕清风齐力平平可盛在聪明和执着 每一次落子都斤斤计较反复盘算 此时遇上平静也不急于落子 双指之间黏了一枚圆润黑子望着棋盘 灰山要是有一天过了朝廷的底线 被清算围剿 你会不会把我当棋子 徐凤年斜靠着车臂 一只手摊放在冰凉大半盒棋子上 我说不愧你也不信啊 你对那个李子姑娘是真好 我第一次见你如此对待一个外人 嗯 吃醋了 薛辕清风抬头冷冷看了一眼 真是个刻薄到不讨任何人喜欢的娘们儿 徐凤年安静待她落子生根 缓缓出生 你有没有很奇怪啊 徐霄能够走到今天 她不过勉强二品的武力 春秋四大名将中就数她最寒碜 不光是现阵战礼 打败仗也数她次数最多 家世也不好 不说豪华士族 甚至连小士族都称不上 也就是个平平常常的数族寒门 徐霄当年啊 早早在两辽之地投军入伍 也是无奈之举 也就是这么个匹夫 把脑袋摔在裤腰带上带兵打来打去 就给她打出了成就了 我师父以前说过 徐霄当一名杂号校尉的时候 手底下不到一千号人马 打仗最卖力 唠叨的军功最少 都给上头将领躺着看戏 就轻松瓜分大半 那些年她就只做了一件事情 不断拼命 然后从别人牙缝里抠出一点战功 她的战马跟士族一样 甲咒一样 兵器一样 从杂号校尉当上杂号将军 再到被朝廷承认的将领 一点一点滚雪球 终于在春秋战事里脱颖而出 而且起先参与到其中 唉 也不走运 头三场恶仗 就差不多把家底赔了个金光 一起从两辽出来的老兄弟 几乎死得一干二净 徐霄说 她年轻那会儿 也不懂什么围观本事 就肯塞狗洞 肯花银子 自己从来不留一颗铜板 一股脑 都给了管粮管马管兵器的官老爷们 那次啊 她是送光了金银没办成事 就在一个大雪天 站成了一个雪人 才从一名将军手里 借来了一千金兵 结果 给她赌赢了 啃下了一块 所有人都不看好的硬骨头 我前些天问她 要是万一站着瞧不来 会不会跪下 徐霄说不会 我问她为何 她也没说 学校年纪大了以后 就喜欢跟我唠叨 沉枝麻烂骨子的往事 说她年轻时候 如何风流倜傥 如何招女子喜欢 如何拉大功射死猛虎 这些我是不太信的 不过她说习惯了拿雪块洗脸 能从草根树皮里吃出鱼肉的滋味 醒来睁眼总感觉能看到刀下亡魂 我是信她 以前我总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顶她 不知为何现在 倒是真心想听一听 她那些陈年往事了 宣言清风想到了如何落子 却始终手臂悬停 如今北梁都知道 我曾经一个人去了北马 做成了几件大事 其实那边很多次我都怕得要死 遇上带着两名大魔头护驾的拓拔春笋 差点以为自己死了 遇上差不多全天下坐四望三的洛阳 也以为差点就要死在大清皇帝陵墓里 在柔然山脉对阵提兵山的第五墨 稍微好点 我以前很怀疑啊 徐霞怎么就能当上北梁王 只有三次游历之后才知道 做人其实不过是低头走路 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抬头摸着天了 徐凤年伸了伸手 是以胸有成竹的徽山山主下棋 这些话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你不一样 咱们说到底就是一路货色 所以我知道啊 你肯定会左而进右而出的 轩辕清风敲子以后 定睛一看棋局就有些后悔 哼 想毁棋就毁棋啊 徐霄那个臭棋老子跟我下棋 不毁棋十几二十少 那就根本不叫下棋 轩辕清风果真拿起那颗白子 顺势还剪掉了几颗黑子 原本胶着僵持的棋局 立马一边倾党 徐凤年哑然失笑 你笑什么 哈哈哈哈 我在想啊 你以后做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子武林盟主 肯定会有几位年轻俊逸的江湖俊艳对你倾心 愿意为你誓死不渝 然后我就想啊 我不是江湖中人 竟然都能够跟你同乘一辆马车下棋 而且你啊还极其没有棋品的毁棋 嘿 觉得很有意思 哼 无聊 嗯 此言差矣 言语的言还是容颜的言 哈哈哈哈 你终于记起来当年我是如何暗讽你了 那一场初见 徐凤年曾说 用此言差矣四字评点 轩辕清风的姿色 轩辕清风竖起双指 年有一颗棋子 看架势是一言不合 就要打赏给徐凤年一记指悬 徐凤年倒是神情随意 不过说实话 当年你要是有如今一半的神韵气态 我保准不说那四个字 我第一次落魄游荡江湖 满脑子都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侠 对我一见钟情 然后一起结伴行走江湖 觉得那只是一件太有面子的美事了 气死那些年轻成名的江湖侠客 如今托你的福气 完成了我一桩心愿 你这样的人怎么都能违禁止悬有天象 徐凤年落子一枚 扳回几分劣势 提醒你别接我伤疤啊 轩辕清风落子之前 又踢走几颗黑子 徐凤年抬头瞪眼 嘿 轩辕清风 你就不无聊了 轩辕清风一脸天惊地义 让明知与他说道理就等于废话的徐凤年 憋屈的不行 然后就是不断毁其和落子 出了下马围驿馆 坐入马车时便将西楚传国玉玺 挂在手腕上的轩辕清风 满身阴气瞬间炸开 徐凤年心知肚明 转身掀开帘子 一直不断毁其和快 得了一惨是这一惨是 我做的就会了个人 看什么 但是您这个轩辕的 拥有一个轩辕的轩辕的轩辕 李师傅的轩辕第一个轩辕的轩辕 耳中 寒雕似扬言会在五百里以外千里之内与你见面 不死不休 马车前行毫不停留 轩辕清风望向这个出乎意料没有下车的家伙 都不见上一面 真要如礼玉府所说相望于江湖 徐凤年没有说话 轩辕清风阴阳怪气泽泽即胜 那王国公主还动了杀鸡 有几分是对你 估计更多是对我吧 徐凤年收拾残局 将棋盘上九十余枚黑白棋子陆续放回齐盒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西楚复国 跟你的黑子这般兵败如山倒 你该怎么办 眼睁睁看着他如西楚剑皇那样的下场 剑折人亡 然后闲暇时念想几下 不可与人言 徐凤年抬起头看着这个女魔头 他怀疑颜色针锋对视 不敢想了 徐凤年笑了 安静收好棋子放弃棋盘正金危坐 真要有那么一天 我就在力宝北盲铁骑不入北梁的前提下 带去所有可以调用的北梁铁骑直奔西楚 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欺负他将以你们欺负不得我徐凤年说到做到 在下翠花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第二百集 一路上两架马车飞速南下 天空中有一头神异青白鸾刺破云霄 去的是那座上阴学宫 瓜熟蒂落 再不窄就过了好时辰 徐凤年一心想要将梧桐院打造成另一座广陵春雪楼 缺了他虽然称不上无法运转 但自己当家才知油盐贵 再者徐凤年也不希望那名喜好抱白猫的女子在上阴学宫遭人白言 徐凤年此时跟青鸟背靠背而坐 一路欣赏沿途风景 此事悟少年心性快马加鞭 两架马车在宽阔一路上并驾齐驱 青鸟总给外人不尽人情的表象 可一旦被他自然而然接纳 可谓善解人意入骨 跟少年做了个手势 屋咧嘴一笑 两人跃起互换马车 徐凤年略微挪了挪位置 侧身坐在少年身后 少年屋欲言又止 挥边也就不那么顺畅 唉有话就说 公子 我不喜欢车厢里那子一婆娘 打心眼讨厌呢 为何 这婆娘谁呀 不就是一屁大小山头的女匪吗 凭啥在公子面前和眉瞪眼耍横 换成是我 早一脚踹下马车了 一点都不知足 就算他跟公子你做买卖 那也是他占了天大便宜 怎么到你这儿反倒成了天大人物了 搞得他是皇后娘娘似的 唉公子不是我说你呀对女人就不能这么宠 再说了他也没啥好看的呀我瞅过几眼也没见他是屁股翘了还是胸脯大了呀也就是一张脸蛋说的过去可公子你又是什么人顶天立地天底下除了你谁敢去杀皇帝老儿的儿子啊公子你说是不是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是跟谁学来的一塌糊涂 公子啊我说正经的 徐凤年连去大半笑意 眯眼望向远方 可惜没有下雪 也就没有那雪花打如手的美景了 唉 其实不光是你也没有谁会喜欢他这么个娘们儿 对啊那公子你咋就处处顺着他呀 可还不会是真喜欢上他了吧 唉那我可得说句良心话啊 公子你这回差眼了 不值当啊 徐凤年也不怕车厢内女子是否动怒 脑袋靠着车壁 去年之前全天下也没有几个人喜欢过我 这算是同病相怜了 哦可我还是不懂 很多人和事情就跟女子怀胎十月一样 得慢慢等急不来 嘿嘿嘿公子 要是让那娘们儿大了肚子 然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解气了 徐凤年拿北梁刀鞘拍了一下少年的脑袋 嘿 不知死活 他可是只寻静的女魔头 还有一个节气的路程 两辆马车走得极缓随意大学祖路 恰好到了一座临湖的庄子附近就折路几里去借宿 这样的大学没有两三天是下不停的 恐怕不是要逗留一宿就能启程 庄子选有一块金字匾额 徐凤年是石货人 一眼就看出是出自写出天下第四行书歌路纪文的董府之手 幽艳山庄 一个出过父子武林盟主的大庄子 家学远远流长 是江湖上少有以一家之力问顶过江湖的宗门 内外兼修 长于炼器和铸剑 幽艳山庄的龙岩香炉 曾经跟铸出霸秀剑的唐熙剑炉齐名 只是唐熙剑炉已成废墟 龙岩香炉虽未不其后尘 可见也是碧炉二三十年 进甲子以来 这座庄子也不曾出过精彩绝艳之辈 只是靠着左辈攒下的因恩辛苦维持 不过在一周境内 仍是当之无愧的江湖执牛而者 不容小觑 徐凤年走下马车 哪怕如此磅礴大雪 庄子前仍是每隔一段时辰 就让蒲翼勤快扫雪 使得地面上积雪淡泊 足可见其底蕴 大门附近 侧屋围炉取暖的门房 赶忙小跑而出 生怕怠慢了客人 作为正门的门房 张牧迎来送往 见多了官府武林上的三角九流 可见照两辆马车上下来的人 仍旧是吓了一跳 乖乖 这为数年轻男子白头白球白靴 腰间悬了一柄造型简单的刀 一双丹凤毛子 俊逸的无法无天 庄子上的小主人 已经算是难得的美男子 似乎笔直还要逊色一筹 白头年轻人身边 站着那紫衣女子 且不说相貌那份古怪深沉的气度 怎能像是我年幼时见着的老庄主 他心眼就畏惧忌惮 才看一眼张牧就不敢多瞧了 年轻男女身后还有一位健壮少年 以及一名辨识不出深浅的枯寂男子 还有一位动得哆嗦搓手直跺脚的年迈如是 张牧肚里泛起嘀咕 幽艳身中藏剑颇风巨飞凡品 许多在江湖上九副盛名的剑客 都喜欢在这里借剑一宝眼福 当代庄主又是一致千金的豪气性子 交友遍天下 关键还好 若是遇上借剑之人 多半也就有剑无还了 使得庄子的藏剑日剑西少 老庄主手上传下九十余柄名剑 如今已经只剩一半不到 这还是贤叔夫人不惜跟庄主几次吵架 才好不容易将几柄最为锋芒的绝世名剑 封入剑炉旧地 否则免不得给那些江湖人糟蹋了去 这几人都是生面孔 该不会是快过年了 来庄子借剑关剑的棘手人物吧 恰逢大雪栏路 无法继续南下 在下徐奇久仰幽艳山庄大名 就厚颜来此借宿一两日 还望海寒 听着像是一口泰安城的强调口音 还好 也不像是有意当门索要名剑的人物 如此别好 如此别好 张牧如是重负 只要不是那些孤名钓鱼 还喜欢沾便宜的所谓剑客 张牧其实并不反感 加上眼前几位 气态不俗 极为出彩 严语神态 有世家子的巨傲自负 张牧也就亲近几分 可心中依旧犹豫 到底要不要开口让他们稍等片刻 好让手下去禀告一声呢 可让这几位远道而来借宿的客人 在大雪天等在外头 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啊 万一真要是权贵子弟 就给幽艳山庄以来没必要的祸水了 要是自作主张领进门出了状况 计较到我头上 我一个小小门房也吃醉不起啊 这是麻烦 正当张牧不露声色左右为难之间 那位姓徐的公子已经一脸微笑 劳烦先生跟庄主通报一声 在下在此静等就是 若是有不变之处也是无妨的 徐其能见到董府的行书 诚信而来 哪怕过门而不入 亦是诚信而去 上当 都得让徐公子等上稍许 张牧这就亲自去跟庄主说一声 徐凤年伸出一只手掌 是一门房不用理会自己这伙人 然后安静立于风雪中 圆圆仰头 欣赏匾上 幽艳山庄 金气四字 顺畅而愚润 深谙中正平和之境界 约莫一注相功夫 张牧就小跑而出 步伐快速清零而不急躁 显然是登门入室的炼家子 不是寻常江湖上 那些胡乱杜撰几套把事 就去自封大侠的家伙可以逼你 身后跟着一名大管家模样的 黑胡囚子老者 见到徐凤年一行人之后 报了保全 徐公子快快请进 这次韦时是幽艳山庄失礼了 在下张涵 这就给公子带路 府上已架起火炉 温上了几壶黄酒 徐习叨扰在前 先谢过幽艳山庄 借宿之恩情 徐公子莫要客气 只是有招待不周之处 还希望公子尽情开口 幽艳山庄 虽非那世家门法 可只要是贵客临门 是向来不令热情的 多谢 一行人跟着张涵 跨过侧门门槛 正门未开 也在清理之中 一座府邸一门 可不是对谁都开的 徐凤年这帮连名字 都让幽艳山庄 没有听说过的 陌路过客 能够请得动大管事 亲自出门迎接 这份礼遇 真不算寒碜了 徐凤年过门以后 会心温醇一笑 一路仿佛没有 镜头的穿廊过洞 终于被领到一栋 可以饱览 白雪湖景的灵湖院子 怨门时刻驰雪二字 真是应景 便是出身优越 素来眼高于顶的 轩辕清风 也跳不出毛病 入院之前 还回望了一眼 大雪纷飞坠水的龙跳湖 幽艳山庄 衣衫傍水 卧湖山 有一脉延伸入水 如睡虎七夕 眺望而去 山顶 见有赏湖角亭 除了常年 打理幽静院子的 既有两名妙龄丫鬟 张涵还特意带来了几名 原本不在池雪院子做事的女币 张涵进院 却不进屋 面带笑意 对徐凤年说道 兄子 庄主不巧有事在身 无法马上赶来见面 公子见谅 哎 本就该徐夕亲自去拜会庄主 若是庄主清零 在下可真就要愧疚难当了 张老先生只需闲暇时告知徐奇一声 庄主何时得空 在下一定要亲自去协礼拜谢 只是没料到大雪封路 耽搁了既定行程 不得已借锁的匆忙 理清得很 实在是汗眼 哈哈哈哈 来者是客 徐公子客气了 客气了 这些年见惯了那些所谓的狗屁江湖豪客 看似大大咧咧 一照面就是跟庄主兄弟相称大言不惭 什么他日有事 定当两肋插刀的话语 其实精明的连他这个山庄大管家都自残行费 在庄子里一待就是少则几旬多则各把月 混吃混喝吃想太差 稍有无意的怠慢 说不定就跑去庄主跟前阴阳怪气几句 更有甚者 曾经有个也算想遇东南江湖的成名刀客 都五十几岁的人了 竟然做出了欺辱装上女币的恶心人行警 至于那些慕名而来的剑客游侠 谁不是冲着庄子藏剑而来 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 庄主又是那种拉不下脸的好人 张寒终归只是一个下人 就算狠下心去唱白脸也唱不出花来 这些年委屈了持家有道的夫人 还好 今日这个徐公子倒是东力失去 张寒心中石头落地轻轻离去 见五名婢女时不时地偷看自家公子 少年物偷乐 我就说自家公子哥当哪都吃香嘛 何必要在那个臭娘们那忍气吞声啊 他忍不住寡了一眼紫衣女子 后者敏锐察觉到少年死士的眼神 视线交错 说不清道不明 罪不计没有太大杀意 少年愣了一下 这愧气森森的婆娘转性了 竟然没有打打杀杀的迹象 小院果真温好了几坛装子自酿的上等陈缸黄酒 火炉中木炭分量十足 屋门半开依然让人感到暖洋洋 透过院门就可以看到一院门的银白湖景 院子不大也就两进 屋子足够还不给人冷清寂寥的感觉 一直在持学小院做活的两名丫鬟去忙碌 三名串门女币则伺候着黄酒和贵客 三位姐姐能否饮酒 三人相视一笑 婉约点头以后其中一位开口 可以喝上一两左右的酒 不敢多喝 否则给管事装监少不了性化的 那就少饮一些 还烦请姐姐添三支酒杯 三人自是按照吩咐去办 随后便是客人和女币一起 共饮黄酒其乐融融 见池王小平不喝酒 去了屋子闭门闭关 刘文豹都喝出了通红的酒糟鼻子 入院前看到湖边稀有小舟 这种时分能否去湖上 一名胆子大些的女币秋波流转嗓音柔和 启禀徐公子 庄子上就有专门摇周人 只去奴婢去知会一声 就可以去入湖锤吊 在周上温酒也渴 可这会儿雪太大了 公子要是湖上锤吊就太冷了 得披上内衬后面的缩衣才行 那就麻烦你们取来缩力 摇周就不需要了 身段婀娜的女币应诺一声 起身姗姗离去 没多久又摇曳身姿而来 青鸟起身 给公子披上厚重缩衣 徐凤年拎着精巧的竹鞭斗笠 还有一盒早有准备的精致鱼儿 走出院子 除了轩辕清风 一行人送到了湖边 徐凤年单独踩上小舟 笑着对众人挥挥手 他们都没有留心叫徐骑的白头年轻人登周以后 不见窑洞目鲁 小舟便已轻轻滑向湖中 女币们久久不肯离去 等到实在熬不过大雪东寒 只得恋恋不舍返回池雪校园 半个时辰后 一群白衣人踩水而至 男女皆有偏偏如白蝶气态超市脱俗 飘飘忽如灯仙 这群仙人清灵踩水 一掠便是五六丈 高高掠过了小舟直扑幽艳山庄 当那群如同仙人的白衣男女气势汹汹 扑向林湖山庄 卧虎山亭中站着一名年轻震美男子 腰间配有一柄出自龙颜香炉的名剑 名客古传无根添水四字 正巧看到湖面上白蝶点水的一幕 他拳头紧握一身阴质气焰 愤怒中带有惊惧 世人皆言 上国有仙家超臣脱俗 饮世时参侠引路 于事无争 只要现实那就是稀为云远呼为雷霆 自春秋之中分裂南北两派 北派以太安城青天剑为首 广陵江以北都沦为朝廷走狗 勤勤恳恳为赵家天子忘记观想 久为诟病 南方相对凋零散乱 以南海白平观音宗为尊 折居海外孤岛 为人处事形同散线 这十几位有一名炼器宗师领先而至的炼器士 离开南海重出江湖 当真要逼得爹娘殉情不成 当年有南海女子白衣赤足入江湖 踩入武林便被惊为天人 无数侠士才俊对其顶礼膜拜 游燕山庄的老庄主当时便是其中一位仰慕者 如今的庄主张栋灵继承赴院 故传出海访仙士 遭逢百年难遇的龙卷 给一名观音宗女子炼器士所救 因缘巧合相互爱慕 私奔回山庄 二十五年前 观音宗已为炼器大家悄然杀到要那名女子自尽 痴情人张栋灵为此不惜封掉代代相传的铸剑炉 答应只为观音宗铸造福建八十一柄换取妻子性命 他日若是铸剑不成 他可以与妻子一同赴死 铸剑本就不易炼器士所需的上城福建又是难上加难 二十五年后 不过铸成三十六把福建 幽艳山庄遥遥欲追 已是近乎倾家荡产 少庄主张春林对这些要债所命的南海炼器士 如何能不深恶痛绝 一对年近五十却不显老的男女缓缓登山 男子相貌粗犷生的抱头还眼 有骁勇莽夫之恶相 偶尔侧头望向妻子竟是粗中有戏的铁汉柔情 妇人跟儿子张春林有七八分形似神似 衣着素雅端壮冒昧 面对大难临头的死局 不拒死却充满了无声的愧疚 一起进入亭子 张春林咬牙切齿 红着眼睛赌气地撇过头去 妇人走去拢了拢儿子的上品辽东湖球 师娘不好耽误了你爹不说 还祸害了山庄祖焰 幽艳山庄庄主张栋灵微微瞪眼 说这些做什么 什么耽误祸害 净说胡话 张栋灵能找到你这么个好媳妇 已经是祖坟冒青烟 再有半点怨言 可就要挨勒劈了 张春林虽然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 滴水不漏 可与自己爹娘也无需戴上温良面具 眼眶湿润望向父亲张栋灵 都愿你剑术平平 一辈子只知道住戒 连娘亲也护不住 张栋灵哑口无言 也不觉得在儿子面前 要装什么气拔伤和的英雄好汉 只是摁了一声 妇人面冷几分 沉生斥责 川林 不是这么说你爹 其实都怪我 是我护不住爹娘 我是个闹主 这会儿手还在颤抖 我不闻剑 更不敢对那帮人拔剑 张栋灵眼神词想 摸了摸儿子的脑袋 有爹在 天塌下来都该爹第一个扛着 顺利娜 咱们江湖人呢 尤其是炼剑 总不可能谁都是一品高手 更不能奢望什么剑仙 不做亏星事就足够 不怕鬼敲门 这些逍遥海外的炼器士 也算是江湖上所谓的神仙了 被神仙敲门讨债 我跟你娘走的不冤枉 你虽说已经习惯有些年头 可也不用太过自责 更别一心想着报仇 爹娘这二十几年都是赚的 再说还有了你都赚到姥姥家了 你要是在爹娘走后 活得钻牛角尖 爹娘在下边才不安心呢 爹是粗人 这辈子只会打铁铸剑 也没教你什么为人处事的道理 说不来半句精语良言 但有一件事 你要牢记 世上有心无力的事情太多了 做人不能把自己活活憋死 那才是真的枉费投胎来世上走一遭 这辈子逃回流泪的张春林 抬起头泪眼模糊 爹 我真的不甘心呢 不甘心 也要活下去 妇人动作轻缓 拿袖口擦去儿子泪水 砖头望向湖上 独坐小舟垂吊的梭丽人 不想父子深陷沉痛 转移话题 皱眉问张栋灵 那陌生人物是谁 大雪封路 来庄子借宿的一伙客人 听张涵说不俗气 以他的眼力 连身手高低都没看清 想必是不简单 若是往常 我肯定要结交一番 到时候免不了被你一顿说讲 我呀 就是这种狗改不了吃屎的酱脾气 这些年苦了你了 有句俗话不是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吗 说的就是媳妇你呢 你呀 贫嘴 你我下山吧 要是不小心让客人 跟观音宗起了冲突 两心难安呢 准林 你就别露面了 爹娘做好最后一次迎客 以后就是你当家了 张春林一手握紧骨剑 眼神坚毅 我一同下山 张栋灵为难之时 眼角余光 瞥见湖面动静 等等 然后邓大眼珠一脸震惊 白衣练气势 在湖上蜻蜓点水 漫天风雪 自然而然远离他们身躯 几尺之外飘落 为首仙家临近幽艳山庄不足三十丈 尾上一名年轻女子练气室 踩水越过小舟之前 俯瞰了一眼那名无动于衷的男子 潘膝而坐 披有一件厚实缩衣 头顶抖笠 有两缕出乎寻常年龄的白发 从鬓角轻如垂下 一眼望见鱼客面容十分年轻 以俗世眼光看待 皮囊异常出类拔萃 以至于不穿鞋袜的他 越过小舟之后 仍是回首望去一眼 只觉得这家伙该不会是吓傻了 还是沉醉于湖上垂掉 真的什么都没看见